欢迎您收听《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一集 苏七快 苏大夫 本名苏金散 民国初年 在小白楼一带 开索行医 正骨拿环 天津卫挂头牌 连洋人赛马 蛇胳膊断腿 也来求他 他人高刨长 手瘦有劲 五十开外 红唇好齿 眸子赛灯 下巴一流山羊须 进了游赛的乌黑正亮 长口说话 声音 打胸腔出来 带着丹田气 远近一样响 要是当年入班学系 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 他手下动作 更是干净 麻利快 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 他呢 手指一触 隔皮结肉 里头怎么回事 历时新鸣眼亮 忽然 双手赛一对白鸟 上下翻飞 急如闪电 只听 咔嚓咔嚓 不等病人 绝疼 断骨头 就接上了 贴块膏药 上了甲板 病人回去 自豪 倘若再来 一准是 居大公 谢大恩 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 脾气 准格色 苏大夫 有个格色的规矩 凡来侨病 无论贫富亲疏 必得先拿七块银元 码在台子上 他才肯侨病 否则绝不搭理 这叫骂规矩 他 就这规矩 人家骂他 认钱不认人 能耐 就值七块 因故 得个矮贬的绰号 叫做 苏七块 当面 称他苏大夫 背后 叫他苏七块 谁也不知 他的大名 苏金散了 苏大夫 好打牌 一日闲着 两位牌友来玩 三缺一 便把街北不远的 牙医 华大夫请来 凑上一桌 玩得正来神 忽然 三轮车夫张四 闯进来 往门上一靠 右手拖着左胳膊肘 脑袋瓜 躺汗 脖子周围的小褂 湿了一圈 显然摔坏了胳膊 疼得够筋 可三轮车夫 都是赚一天 吃一天 哪儿拿得出七块银元呢 他说 先欠着苏大夫 过后准还 说话时 还哼哟哼哟的叫疼 谁料 苏大夫听 赛没听 照样 摸牌 看牌 算牌 打牌 或喜或忧或静 或装作不静 脑子全在牌桌上 一位牌友看不过去 使手指着门外 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 苏七块着绰号 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化大夫 是出名的心善 他推说去撒尿 离开牌桌 走到后院 钻出后门 绕到前街 远远的 把靠在门边的张四 悄悄招呼过来 打怀里 摸出七块银元 给了他 不等张四感激 转身打圆道返回 进屋 坐回牌桌 若无其事的 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 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 把七块银元 划得往台子上一码 这下比暗铃还快 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 挽起袖子 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 捏几下骨头 跟手左拉右推 下顶上压 张四抽肩缩紧 闭眼呲牙 预备重重挨几下 苏大夫却说 结上了 当下便涂上药膏 夹上甲板 还给张四几包 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 张四说 他再没钱付药款 苏大夫只说了句 这药我送了 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 更是没完没了 直到点灯时分 肚子空得直叫 大家才散 临出门时 苏大夫伸出兽手 拦住华大夫 留他有事 待那二位牌友走后 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 取出七块 往华大夫手心一放 在华大夫惊恶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跟您说 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底不善 只是我立的这规矩 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 琢磨了三天三夜 到底也没琢磨透 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 但他打心眼里 钦佩苏大夫这事 这礼儿 这人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二集 刷子礼 码头上的人 全是硬碰硬 手艺人 靠的是手 手上就必得有绝活 有绝活的 吃荤 晾堂 站在大街中央 没能耐的 吃素 发妮 靠边待着 这一套 可不是谁家订的 它地地道道 是码头上的一种活法 自来 唱大戏的 都讲究闯天津码头 天津人迷戏 也懂戏 眼雕 耳尖 褒贬 分明 戏唱得好 下边 叫好捧场 想见到皇上 不少名角 便打天津 唱红唱紫 大红 大紫 可要是稀松平常 要哪没哪 戏唱杂了 下边 一准 起 以哄贺道彩 弄不好 茶碗扔上去 茶叶墨子 沾满戏袍和胡须上 天下看戏 哪儿也没有天津道好叫得厉害 您别说不好 这一来 也就练出不少能人来 各行各业 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 可砖流 泥人章 风筝卫 机器王 刷子李 等等 天津人 好把这种人的姓 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 连在一起称呼 较长了 名字 反没人知道 只有这一个绰号 在码头上 响当当 和当当响 刷子李 是河北大街 一家营造厂的师傅 专干粉刷一行 别的不干 他要是给您刷好一间屋子 屋里任马儿甭放 但坐着 就在升天一般美 最别不叫绝的是 他刷江时 必穿一身黑 干完活 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 别不信 他还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 只要身上有白点 白刷不要钱 倘若没这本事 他不早饿成肝了 但这是传说 人信也不会全信 行外的没见过的不信 行内的生气 愣说不信 一年的一天 刷子李收个徒弟 叫曹小三 当徒弟的开头 都是端茶 点烟 跟在屁股后面提东西 曹小三 当然早就听说过 师傅那首绝活 一直半信半疑 这回非要亲眼瞧瞧 那天 头一次跟师傅出去干活 到英租界镇南道 给李善人新造的洋房刷江 到了那儿 刷子里跟管事的人一谈 才知道 师傅派头十足 照他的规矩 一天只刷一间屋子 这洋楼大小九间屋 得刷九天 干活前 他把随身带的一个 四四方方的小包袱打开 果然一身黑衣黑裤 一双黑布鞋 穿上这身黑 就在跟地上一桶白浆 叫上了劲 一间屋子 一个屋顶四面墙 先刷屋顶 后刷墙 顶子尤其难刷 沾了溪溜溜粉浆的板刷 往上一举 谁能一滴不掉呢 一吊 准吊在身上 可刷子里 一举刷子 就在没有沾浆 但刷子划过屋顶时 立时 云云云实实 一道白 白得透亮 白得清爽 有人说 这沾浆的手法 有高招 有人说 这条浆的配料 有秘方 曹小三 哪里看得出来 只见师父的手臂 悠然百来 悠然百去 好在伴着谷底 喝着琴音 每一百刷 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 便在墙面 啪的清脆一响 极是好听 啪啪声里 一道道浆 衔接得天衣无缝 刷过去的墙面 真好比平平整整 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 可是曹小三 最关心的 还是刷子里身上 到底有没有白点 刷子里干活 还有个规矩 每刷完一面墙 必得在凳子上 做一大会儿 抽一袋烟 喝一碗茶 再刷下一面墙 此刻 曹小三 借着给师父 倒水点烟的机会 拿目光 仔细搜索 刷子里的全身 每一面墙刷完 他搜索一遍 居然连一个 这么大小的粉点 也没发现 他真觉得 这身黑色的衣服 有种神圣 不可侵犯的威严 可是 当刷子里 刷完最后一面墙 坐下来 曹小三 给他点烟时 竟然瞧见 刷子里 裤子上 出现了一个白点 黄豆大小 黑中白 比白中黑 更扎眼 完了 师父 他不是神仙 往日传说中 那如山般的形象 轰然倒去 但他怕师父难堪 不敢说 也不敢看 可忍不住 还要扫一眼 这时候 刷子里 忽然朝他说话 小三 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 了吧 你以为 师父的能耐有假 名气有账 是吧 傻小子 你再细瞧瞧吧 说着 刷子里 手指 捏着裤子 轻轻往上一提 那白点 即刻没了 再一松手 白点 又出现了 奇了 他凑上脸 用神 再瞧 那白点 原来是一个小洞 刚才抽烟时 不小心烧的 里边的白衬裤 打小洞透出来 看上去 就跟粉浆落上去的白点 一模一样 刷子里 看着曹小三 发正发傻的模样 笑道 你以为 人家的名气 全是虚的 那 你是在骗自己 好好学本事吧 曹小三 学徒 头一天 见到 听到 学到的 恐怕别人一辈子 也未准明白呢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三集 酒婆 酒馆 也分三六九等 首善街 那家小酒馆 得算 顶末尾的一等 不插幌子 不挂字号 屋里 连座位 也没有 柜台上 不卖菜 单摆一缸酒 来喝酒的 都是 扛活 拉车 卖苦力的 第一层人 有的 手捏一块 酱长头 有的 衣兜里 装着一把 五香花生 进门 要上二三两 以着墙角 窗台 读饮 逢到 人几人 便端着酒碗 到门外边 靠树一站 把酒 一点点 倒进嘴里 这才叫过瘾 解馋 其乐无穷 这酒馆 只卖一亿种酒 是山羽干造的 价钱贱 酒味大 守善接养的猫 从来不丢 好迷了路 也会寻着酒味 找回来 这酒 不讲鱼味 只讲冲劲 尽嘴塞枪水 非得赶紧咽 不然 烧烂了舌头 嘴巴 牙花嗓子 眼 可一落进肚里 跟手一股气 蹭地窜上来 直撞脑袋 晕晕乎乎 劲头很猛 好在大年夜里 放的那种炮仗 炮打灯 点着一炸 红灯窜天 这酒啊 就叫做 炮打灯 好酒 因是温厚绵长 绝不上头 但穷汉子们 正一天命 金酸骨伐 心里憋闷 不就为了 花钱不多 马上来劲 晕头照脑的 洒脱洒脱 放纵 放纵 要说最洒脱 还得数 酒婆 天天下婶 这老婆子 一准来到小酒馆 衣衫破烂 再叫花子 头发乱 脸色暗 没人说清 她骂长相 更没人知道 她姓骂 叫骂 却都知道 她是这小酒馆的 头号酒鬼 尊称 酒婆 她一进门 赵丽 她怀里掏出个 四四方方 小布包 打开布包 里头 是个报纸包 报纸 有时新 有时旧 打开报纸包 又是个 棉纸包 好在里头包着一个 翡翠别枝 再打开着棉纸包 原来 只是两脚钱 她拿钱 撂在柜台上 老板照例 把多半碗 泡打灯递过去 她接过酒碗 举手扬脖 碗底一翻 酒便直落肚中 好在倒进酒桶 带着婆子 两脚一出门槛 酒塞在地上 化天书了 她一路 东倒西歪 向北去 走出一百多不远的地界 是个十字路口 车来车往 常常出事 您还甭为这婆子揪心 瞧她烂醉如泥 和每次将到路口 一准是 蹬的一下醒过来了 竟在常人一般 不带半点醉意 好端端地穿街而过 她天天这样 从无闪失 守善街上人家 最爱瞧酒婆 这醉熏熏的几步扭 上摆下摇 左歪右斜 悠悠旋转 乐滔滔 看似风百合夜一般 逢到雨天 雨点临身 便在一张 慢慢旋动的大伞了 但是 为骂 酒婆一到路口 就醉意全消呢 是因为 炮打灯 就这么一点尽头 还是酒婆 有超人的能耐 说醉就醉 说醒就醒呢 酒的诀窍 还在酒缸里 老板人间 往酒里掺水 酒鬼们 对眼睛里的世界 一片模糊 对肚子里的酒 却一清二楚 但 谁也不肯把这层纸 捅破 喝美了 也就算了 老板缺德 必得报应 人尽六十日 没儿没女 八成要绝后 可一日 老板娘爱酸爱辣 居然有喜了 老板给佛爷 叩头时 动了良心 发誓 今后老实做人 诚实卖酒 再不往酒里 掺水掺钾了 就是这日 酒婆来到这家小酒馆 进门 赵丽还是掏出包来 层层打开 花钱买酒 举手扬脖 把改甲为针的炮打灯 倒进肚里 真货 就有真货色 这次 酒婆还没出屋 人就转悠起来了 而且今儿个 她一路上摇摆的 分外好看 上身左摇 下身右摇 欲转欲击 初时 在风中的大鹏鸟 后来竟在一个 黑黑的大漩涡 手山街的人 看得惊奇 也看得纳闷 不等多想 酒婆一到路口 竟然没有酒醒 破天荒 头一遭 转悠到大马路上 哎 下边的惨事 就甭提了 自此 酒婆在这条街上 绝了计 小酒馆里的人们 却不时念叨起她来 说她 才算真正够格的酒鬼 她喝酒不就菜 向力一眼而尽 不贪解馋 只求酒劲 在酒馆 既不多事 也无闲话 交钱喝酒 喝完就走 从来没赦过账 真正的酒鬼 都是自得其乐 不搅和别人 老板听着 忽然想到 酒婆出事那日 不正是自己 不往酒里掺甲的那天吗 原来 祸根 竟在自己身上 她便别扭开了 心想 这人间的道理 真是说不清 道不明 到底骗人不对 还是诚实不对 不然 为骂几十年 拿假酒骗人 却相安无事 都喝得挺美 可一旦认真起来 反倒毁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四集 死鸟 天津卫的人 好戏许 故而 人多有外号 有人的外号 当面叫 有人的外号 只能背后说 这 要看外号 是怎么来的 凡有外号 必有一个 好笑的故事 但 故事和故事不同 有的故事 可以随便 当笑话说 有的故事 人却不能乱讲 比方 贺道台 这个格色的雅号 死鸟 贺道台 相貌普通 晒个猪仔 但 真人不露相 能耐暗中藏 他的能耐 有两样 一是伺候头 一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 是挺特别的一功 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 跟慢跟紧 全都不成 跟得太慢 与事上不去 叫上司着急 跟得太紧 弄不好 一脚踩在上司的后脚跟上 反而惹恼了上司 而且 光是赛条小狗那样 跟在后边跟在后边也不成 还得善于察言观色 摸透上司脾气 知道骂时候该说骂 骂时候不该说骂 挨讯时 扶手贴耳 挨骂时 点头称事 上司骂人 不准是你的不是 有时不过是上司发发威和叔叔气罢了 你要是耐不住性子 皱眉撇嘴 露出烦恼 那就叫上司记住了 从此 官不是愈做愈大 而是愈做愈小 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 贺道太 却得心应手 做得从容自然 人说 贺道太这些能耐 都出自他的天性 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 一条顺毛驴 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对吗 说完他伺候头 再说他伺候鸟 伺候鸟的事 也是另外一功 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 放点米 给点虫 再加点水 就能又蹦又跳 一种鸟 有一种鸟的习惯 差一点就闭眼枪毛 大了翅膀 一只鸟 有一只鸟的性子 不依着它 就不唱不叫 动也不动 活得再死得差不多 人说贺道太上辈子准是鸟 他对鸟们的事全懂 无论骂鸟 竟他那双小胖手一摆呢 毛鲜亮 活蹦乱跳 嗓子 个个晒得过在天福茶园里 那个唱唠子的一毛蛋 第二年立下转天 在长官做事的一位林先生 打江苏常州老家 歇驾回来 带给他一只八个 这八个 个儿大肚圆 腿粗爪硬 通身乌黑 嘴金黄 叫起来 站在大街上 也听得清清楚楚 贺道太心里欢喜 说 攻击的嗓门也没他大 林先生笑道 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 他总不好好学 怎么教也不会 可有时不留神的话 却给他学去了 不过到您手里一条里 保准有出息 贺道太也笑了 说道 我三个月 我叫他能说快板书 然而 这八个儿好比猎马 一时极难驯服 贺道太用尽法子 他也学不会 贺道太骂他一句笨鸟 第二天 他却叫了一天笨鸟 叫他停嘴 他偏不停 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 午觉也没法睡 贺道太用罩子把笼子 严严实实地照了多半天 他才不叫 到了傍晚 太太怕把他闷死 叫丫鬟把罩子摘去 他一露面 竟对太太说 太太起肺子了吧 把太太吓了一跳 再一想 这不是前几天 老爷对他说的话吗 不留神竟给他学去了 逗得太太 咯咯笑半天 带贺道太回来 对老爷说了 没等他去叫八个儿 再说一遍 八个儿自己又说 太太起肺子了吧 贺道太 给逗得咧嘴直笑 还说 这东西连声音也学我 太太说 没想到这坏东西 竟这么聪明 自此 贺道太分外仔细照料他 日子一长 他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 给大人请安 请您坐上座 您走好了之类的话 只是不好好说 可是他抽冷子 蹦出几句 老爷太太平时说的 起肺子那类的话 反倒把客人 抖得大笑 直笑得前阳后合 知府大人说 贺大人 从他身上 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太得意这鸟 更得意自己 这话就暂且暗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 东城外的玉皇稿 存九 金门百姓 照例都去登稿 俗称九九登高 此时天高气爽 登高一望 心头舒畅 快累皆无 这一天 直立总督御露 也来到了玉皇稿 兴致非常好 顺着那又窄又抖的楼梯 一口气直爬到 顶上的清须阁 随同来的文武官员 全都跑前跑后 哄他高兴 贺道太自然也在其中 他指着三叉河口上的 往来翻影 说些提兴致的话 直叫玉露大人 心头晒开了花 从稿上下来 贺道太便说 自己的家就在不远 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 玉大人平时绝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做客 但今日兴致高 竟答应了 贺道太的轿子便在前面开道 其余官员跟随左右 骑龙驾虎虎一般去了 贺道太的八个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 玉大人一进门 他就叫 给大人请安 声音寥寥 一直送进玉露的耳朵里 玉大人愈发兴高采烈 说道 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太应声便说 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 平时怎么叫他说 他也不肯说 带端茶上来 巴格忽悠叫道 这茶是明前茶 玉大人一正 牛头对那笼子里的巴格说 这是你的错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哪还有明前茶 上司打趣 下司拾笑 笑声灌满客厅 并一起善笑巴格是个傻瓜 贺道太说 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 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 这东西总是时不时 蹦出来一句不知哪儿来的话 知府笑道 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 他把茶名全记住了 玉露笑道 哈哈 有什么好茶 也请玉露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 但巴格听到了玉露两字 忽然翅膀一抖 跟着全身黑毛全炸起来 好在发怒 声音又高又亮的叫道 玉露那王八蛋 满听的人全震住了 其实这一句 众人全听到了 就在惊呆的一刻 这巴格又说一遍 玉露那王八蛋 说得又清楚又干脆 玉露呼的手一甩 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 怒喝一声 太放肆了 贺道太慌忙趴在地上 声音抖得快听不见 这不是我交给他的 话到这里 不觉卡住了 他想到 巴格的这句话 正是他每每在玉露那里 受了窝囊气候 回来说的 怎么偏偏给他记住了 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 玉露和众官员已经离去 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 他突然跳起来 朝那八个冲去 一边吼着 你毁了我 我撕了你 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 用力太大 笼子扯散 鸟飞出来 一把没有抓住 这八个穿窗飞出 落在树上 居然把贺道太 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 朝他叫道 死鸟 贺道太叫仆人们 用杆子打 用砖头砍 爬上树抓 八个在树顶上 来回蹦了一会儿 还不住地叫 死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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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才挥斥飞去 很快就无影无踪 自此 贺道太就得了 死鸟的外号 而且人们 传这外号的时候 还总附带着 这个故事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五集 张大力 张大力 原名叫张金碧 金门一员 啾啾五夫 身强力蛮 力大没边 故称 大力 金门的老少爷们 喜欢他 佩服他 夸他 但天津人 有自己夸人的方法 张大力 就有这么一件事 当时 无人不小 现在 没人知道 因此 写在下边 侯家后 一家卖食材的店铺 叫 聚合城 大门口 放一把 死沉死沉的 青石大锁 锁瓣 也是石头的 锁上 刻着一行字 凡 举起 此石锁者 赏银百两 聚合城 设着石锁 无非为了证明 他的石料 都是 坚实耐用的 好料 可是 打石锁 料在这 没人举起过 甚至 没人能叫他 稍稍动一动 您说 他有多重 好在 他跟地窍连着 除非 把地面 也举到头上去 一天 张大力 来到侯家后 看见这把锁 也看见上边的字 便俯下身子 拾手 问一问 轻轻一汗 竟然摇动起来 而且 再摇一个竹篮子 这 就招了许多人 围上来看 只见他 手握锁吧 摇一挺劲 打石锁 被他轻易地 举到空中 胳膊 笔直不弯 脸上 笑容满面 好在 举着一大把花 中人 中人叫好 呼好 喊好 张大力 举着石锁 也不撂下来 只等着 聚合城的伙计 老板全出来 看清楚了 才将石锁 放回原地 老板上来 笑嘻嘻说 原来是张老师来了 快请到里头坐坐 喝杯茶 张大力听了 正色说 老板 您别跟我弄这套 您的石锁上 写着骂 谁举起它 赏银百两 您就快把钱拿来 我还忙着呢 谁料 聚合城的老板 并不理会 张大力的话 待张大力说完 他不紧不慢地说道 张老师 您只瞧见 石锁上边的字了 可石锁底下 还有一行字 您瞧见了吗 张大力正了 刚才只顾高兴 根本没瞧见 锁下边还有字 不但他没瞧见 旁人也都没瞧见 张大力脑筋一转 心想 别是老板唬他 不想给钱 以为他使过一次劲 二次再举不起来了 于是 上去一把 又将石锁高高 举到头顶上 可抬眼一看 石锁下边 还真有一行字 竟然写着 唯张大力 举起来 不算 把这石锁上边和下边的字 连起来就是 咱举起 举起此石锁者 赏银百两 为张大力举起来 不算 众人见了 都笑起来 原来 人家早知道 唯有他 能举起这家伙 而这一行字 也是人家 佩服自己 夸赞自己 张大力 当然明白 他扔了石锁 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六集 冯武爷 冯武爷 是浙江明博人 冯家 出两种人 一经商 一念书 冯家人 聪明 脑袋官 在月人 翁武章雕刻的 象牙球 一层套一层 每层一花样 所以 冯家人 经商的成巨妇 念书的 当文豪 做大官 冯武爷 这一辈 五男二女 他排行末尾 几位兄长 远在上海天津 开场经商 早早的 成家立业 站稳脚跟 唯独冯武爷 在家啃书本 他人 长得在条江济 骨细如鱼刺 肉嫩如鱼肚 不是赚钱 发财的长相 倒是五文弄墨的材料 凡他念过的书 你读上句 他被下句 这能耐 据说只有宋朝的 王安石才有 至于他 出口成章 落笔生花 无人不服 都说 这一辈 冯家的出息 都在这 五五爷身上了 冯武爷二十五 父母入土 他卖房卖地 携家带口 来到天津位 为的是头胸靠友 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高 可天津位 是商部 毛笔 是用来记账的 没人看书 自然 也没人 瞧得起念书的 比方说 地上有黄金 也有书本 您捡哪样 别人发财 冯武爷眼热 脑筋一歪 决一下海 做买卖 但此道 他一窍不通啊 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 第一个念头 便是开饭馆 民以食为天 民为食花钱 一天三顿饭 不吃腿就软 钱都给了饭馆老板了 天津的钱 又都在商人手里 商界的往来 大半在饭桌上 再说 天津产盐 吃菜口重 宁波菜咸 正合口味 于是 冯武爷拿定主意 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 便在马家口的闹市里 选址盖房 取名撞圆楼 择个吉日 升扁挂彩 燃鞭放炮 饭馆开张了 文武爷身穿藏蓝暗花大褂 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 中印分头 满头抹油 地道的老板打扮 站在大厅 迎宾迎客 应付八方 念书的人 讲究礼节 谈吐又好 很得人缘 再说 状元楼 是天津卫独一家 宁波菜馆 海鱼和虾 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 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 比活鱼和虾还鲜 故此 开张以来 天天坐满堂 晚上一顿 还得翻台 上两拨客人 眼瞅着金盒银盒 往前匣子里流 冯武爷心花怒放 可日子一长 赚钱并不多 冯武爷纳闷 天天一把把的银钱 塞一群群鸟飞进来 都落到哪儿去了 往后再一瞧账 呦 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 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 抖着胆子告诉他 厨房里的鸡鸭鱼肉 进到客人嘴里的 有线 大多给厨子伙计们 劫墙扔出去 外边有人接应 庄园楼有多少钱 经得住天天往外扔啊 冯武爷盛怒之后 心想自己骂脑袋 二十四十倍的滚瓜烂熟 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吗 这就开刀了 出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 其余伙计全轰走 斩草厨根换一拨人 还有后院墙头安装电网 以为从此相安无事 可账上仍是赤字 怎么回事呢 又一日 住在状元楼临近的一位婆子 摇耳朵对她说 每天候赏 垃圾车一到 一摇铃铛 打状元楼里 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 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 下边全是铁皮罐头 整袋的咸鱼 好酒好烟 原来内外勾结 用这法把东西弄走 这不等于拿土箱子 每天往外抬钱吗 冯五爷赶在一个后傻 倒垃圾的时候 上前一查 果然如此 打怒之下 再换一拨人 人是换了 但账本上的赤字 还是没有换掉 冯五爷不信自己无能 天天到管子 瞪大眼珠 内内外外巡视一番 却看不出半点毛病 文人靠想象过日子 真落到生活的万花筒里 便是自作聪明 真傻瓜 庄园楼 就在破皮球 撒气漏风 眼瞅着败落下来 买卖赛人 靠一股气活着 气泻了 谁也没辙 欲少客人 客人欲少 油水没油 火即散火 饭厅有时只开半边灯了 冯五爷心里只剩下一点不服 再一日 身边使唤的小童对他说 外头疯传 状元楼里最大的偷 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打老家带来的胖厨子 据说他偷隐极大 无日不偷 无时不偷 无物不偷 每晚回家 必偷一样东西走 而且偷数极高 绝对查看不出 冯五爷不肯相信 这胖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 胖厨子的父亲给自己爷爷做饭 他家的根早扎在冯家了 倘若他是贼 谁还会不是贼呢 但是冯五爷究竟干了两年的买卖 看到的假笑比真笑多 听到的假话比真话多 心里也多了一个心眼 当日晚上 状元楼该关灯闭门的时候 冯五爷带着小童到饭馆前厅 搬一把藤椅撂在通风处 仰面一躺 说是歇凉 时是捉贼 等了不久 胖厨子封上炉火 打后头厨房出来 正要回家 他光着脑袋一身肉 下边只穿一条大白裤衩 踏了一双破布鞋 肩上搭一条旱金 手提一盏纸灯笼 他瞅见老板 并不急着脱身离去 而是站着说话 那模样赛事说 您就放开眼瞧吧 本五爷嘴里搭讪 一双文人的锐目利眼 却上上下下打量他 心中一边揣朵 这光头光身 往哪儿藏叶 破鞋里也塞不了一盒烟呢 灯笼透明雪亮 里头放点儿骂 也全能照出来 裤衩虽大 但给大厅里来回来去的风一吹 大腿屁股的轮廓 都看得清清楚楚 还能有吗 是不是搭在肩上 那条擦汗的手巾里 裹着点什么 心刚生疑 不等他说 胖厨子一把汗筋 从肩上拿下 甩手扔给小童 说道 外边都凉了 我戴这条大毛巾做什么 把你给搭在后院的 晾衣绳上吧 说完 辞过冯武爷 手提灯笼 大摇大摆的走了 冯武爷叫小童打开毛巾 里头 骂也没有 差点冤枉好人 可是转天 这小童打听到 胖厨子昨晚使得花活 在那灯笼上 原来插阳腊的灯座 不是木头的 而是拿一块冻肉炫的 这块肉 足有二金尘 可人家居然就在 冯武爷眼皮子底下 使灯照着 大模大样的提走了 嘿 真叫绝了 冯武爷听吧 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了 有人劝他重返文院 接着念书 他摇头叹息 念书得信书 他连念书的人能耐 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 都弄不清 哪儿还会有念书的心思呀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七集 蓝眼 古玩行中 有对天敌 就是造假画的和看假画的 造假画的 费尽心机 用尽绝招 为的是 骗过看假画的那双 又尖又刁的眼 看假画的 却凭这双眼 识破天机 看破诡计 捏着这造假的家伙 没藏好的尾巴尖 打一堆画里 把它撑出来 晾在光天化日底下 这看假画的 名叫蓝眼 在锅垫街 玉成宫古玩铺做事 专看画 蓝眼不姓蓝 他姓江 原名在唐 蓝眼 是他的外号 天津人 好奇外号 一位好叫 二位好记 这蓝眼 来源于 他的近视镜 镜片 厚得在平底 颜色发蓝 看上去 真在一双蓝眼 而这蓝眼的关键 还是在他的眼上 据说 他观灯看画 也能看出真假 画 虽有点玄 能耐 不掺假 他这蓝眼 看画时 还真的大有神的 看假画 双眼无神 看真画 一道蓝光 这天 有个念书打扮的人 来到铺子里 手拿一周画 外边的提签上写着 大笛子 胡天 春色图 蓝眼 看似没看 他知道 这提签上 无论写骂 全部算数 真假 还得看画 他刷的一拉 急如闪电 露出半尺画星 这便是蓝眼 出名的 半尺画 他看画 无论大小 只看半尺 是真是假 全拿着半尺画 说话 绝不多看 一寸一分 蓝眼 面对半尺画 眼镜片 刷的闪过一道蓝光 他抬起头来 问来者 您打算卖多少钱 来者 没急着要价 而是说 听说 西头的黄三爷 也临摹过这幅画 黄三爷 是金门造假画的 第一高手 古玩铺里的人 全怕他 没想到 蓝眼 听在没听 又说一遍 我眼里 从来没有什么 黄三爷 你说 你这画 打算卖多少钱吧 两条 来者说 这两条 是二十两黄金呢 要价不低 也不算太高 两边稍稍的 你抬我压 十八两 便成交了 打这天起 金门的古玩铺 都说 锅垫街的 玉成宫 买到一轴 大笛子石涛的山水 水墨浅降 苍润之急 上边还有大段提拔 尤其难得 有人说 这件东西 是打北京 某某王府流落出来的 来卖花的人 不大在行 蓝眼却抓个正着 花钱不少 东西更好 这么惊的大笛子 十年内 天间的古玩行 就没陷过 那时 没有报纸 嘴巴 就是媒体 越说越神 越传越广 接二连三 总有人来看话 玉成宫都快成了绸缎庄了 世上的事 说足了这头 便开始说那头 大约试过三个月 开始有人说 玉成宫那副大笛子 靠不住 初看挺唬人 可看上几遍 就吸汤寡水 没了精神 真假话的分别是 真话 惊得住看 假话 受不住瞧 这话传开之后 就有新闻冒出来 有人说 这话是西头 黄三爷一手造的宴品 这话 不是等于拿盆脏水 往人家蓝眼的袍子上泼吗 蓝眼有根 理也不理 欲是不理 传得欲悬 后来就说的 有鼻子有眼了 说是 有人在真世界的一个人家里 看到了这轴画的真品 于是 又是接二连三 不间断 有人去玉成宫 鼓玩铺看画 但这回 是想瞧瞧黄三爷 用骂能耐 把蓝眼的眼 蒙住的 向来看能人栽跟头 都最来神 玉成宫的老板 童武爷 心里有点发毛 便对蓝眼说 我信您的眼力 可我架不住外头的闲话 扰得咱铺子 整天乱哄哄的 咱是不是找个人 打听打听 那画在哪 要真有张一模一样的话 就想反而把它亮出来 分清楚真假 更显得咱高啊 蓝眼听出来 老板没底 可是流言咸语 谁也没辙 除非就照老板的话办 真假一旗亮出来 人家在暗处闹 自己在明处赢 彤老板找来 游小五 游小五是天津卫的 一只地老鼠 到处乱钻 马上都能叫他 拿耳朵摸到 他们派游小五去打听 转天有了消息 原来还真的有 另一副大笛子 也叫胡天春色图 而且真的就在 真世界一个姓崔的人家 同老板和蓝眼 都不知道这崔家是谁 同老板便叫游小五 引着蓝眼去看 蓝眼不能不去 再到了那家一看 眼睛片刷刷 闪过两道蓝光 傻了 真画原来是这幅 铺子里那幅是假造的 这两幅画的大小 橙色画面全都一样 连图章也是访客的 可就是神器不同 瞧 这幅真的是骂神器 他当初怎么打的眼 已经全然不知 此时面对这画 真恨不得钻进地义里去 他二十年没错看过衣服 他蓝眼简直成了古玩行里的神 他说真 必真 说假 准假 没人不信 可这回一走眼 传了出去 那可毁了 看真假画这行 看对一辈子 全是应该的 看错衣服 就一根都栽到底 他没出声 回到店铺 跟老板讲了实话 玉成功和蓝眼 是连在一块的 要栽 全栽 童老板想了一夜 有了主意 决定把崔家那轴 大笛子买过来 花大价钱 也在所不惜 两幅画都攥在手里 哪真 哪假 就全由自己说了 但办这事 他们绝不能露面 便另外花钱请个人 假装买主 跟随游小五到崔家 去买那轴画 谁料 人家姓崔的 开口就是天价 不然就自己留着不卖了 买东西 就怕一边非买 一边非不卖 可是去装买主这人 心里有底 因为来时 童老板对他有话 就是砸了我铺子 你也得把画给我买来 这便一再让步 最后竟花了七条金 才买到手 反比先前买的那轴 多花了近三倍的钱 待把这轴画 拿到玉成功 童老板输口大气 虽然心疼钱 却保住了玉成功的牌子 他叫伙计们 把两轴画并牌挂在墙上 彻底看个新鸣眼亮 等画挂好 蓝眼上前一瞧 眼睛片刷刷刷 闪过三道光 人竟晒根棍子立在那里 天下的怪事就在眼前 原来还是先前那幅是真的 刚买回来的这幅反倒是假的 真假不放在一起比一比 根本分不出真假 这才是人家造假化的本事 也是最高超的本事 可是蓝眼长的一双是骂眼 肚脐眼 蓝眼差点一口气逼过去 转过三天 他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捋了一遍 这才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黄三爷在暗处做的圈套 一步步叫你钻进来 人家真画卖得不吃亏 假画卖得比天高 他忽然想起 最早来卖画的那个书生打扮的人 不是对他说过 黄三爷也临摹过这幅画吗 人家有画在先 早就说明这幅画有真有假 再看打了眼 怨谁 看来 这位黄三爷不但冲着钱来的 干脆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人家叫你手里攥着真画 再去买他造的假画 多绝 等到他明白了这一层 才算明北斗家 任灾到底 打这儿起 蓝眼卷起背腹卷 离开了玉成宫 自此 不但天津古玩行 没他这号 天津地面 也瞧不见他的影子 有人说 他得一场大病 从此躺下 再没起来 灾的 真是太惨了 再想想看 他还有更惨的 他败给人家黄三爷 却只见到黄三爷的手笔 人家的面 也没叫他见过呢 所幸的是 他最后总算想到 黄三爷的这一手 死的明明白白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八集 好嘴 杨巴 金门圣地 能人如林 此间 除了两位 卖茶汤的高手 把这种 稀松平常的 街头小吃 干得远近闻名 这二位 一位胖黑敦厚 名叫杨七 一位细白精朗 人称杨巴 杨七杨巴 好在哥俩 其实却无亲无故 不过他俩的爹 都姓杨巴 杨八 本名是 巴山夜雨的巴 由于巴 与巴 阴同 杨八的年岁长相 又比杨七小 人们便错把他 当成杨七的兄弟 不过 要说他俩的配合 好比左右手 又非亲兄弟可比 杨七 手艺高 只管闷头制作 杨八 口才好 专管外场照应 虽然里里外外 指着俩人 既是老板 又是伙计 闹得 却比大买卖还红火 杨七的手艺好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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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两手绝活 一般茶堂 是把熟米面 漆好后 捏一座碎芝麻 撒在福头 这样做 香味只在表面 欲喝 欲没味 杨七 自有高招 他先盛半碗熟米面 便撒上一次芝麻 再盛半碗熟米面 齐好后 又撒一次芝麻 这样 一直喝到 溅了碗底 都有香味 另一手绝活是 芝麻 不用整粒的 而是先使铁锅炒过 再拿擀面杖压碎 压碎了 里面的香味 才能出来 芝麻 必得炒得焦黄不糊 不黄不香 太糊便苦 压碎的芝麻粒 还得粗细正好 太粗费脚 太细也就没脚腿 这手活 别人明知道 也学不来 手艺人的能耐 全在手上 此中道理 跟写字画画差不多 可是 手艺再高 东西再好 拿到生意场上 必得靠人吹 三分活 七分说 死人说活了 破货变好货 买卖人的功夫 大扮在嘴上 到了需要逢场做戏 八面玲珑 砍封石舵 左右逢圆的时候 就更指着杨瓣 那张好嘴了 那次 李鸿章来天津 地方的浮现倒台 费尽心思 究竟拿骂样的吃贺 才能把中堂大人 哄得高兴呢 京城豪门 山珍海味 不新鲜 新鲜的 反倒是地方风味小吃 可天津味的小吃 太粗 太土 凹小鱼 刺耳多 容易卡嗓子 炸麻花 帮硬 弄不好 割牙 琢磨三天 南下决断 幸亏 知府大人 原是地面上走街 串巷的人物 马都吃过 便举荐出 杨家茶汤 茶汤 粘软香甜 好吃 无险 众官员 一起称豪 这便是杨瓣发迹的原油了 这日下散 李中堂听过本地小曲连欢傲子 饶有幸味 满心欢喜 灑泡热尿 身爽腹空 要吃点心 知府大人忙叫杨七杨八 献上茶汤 今儿个 两人自打到这世上来 投赐李外全心 青裤青挂 白金白腕 一双手拿剪面写得在脱层皮那样干净 他俩双双将茶汤捧到李中堂面前的桌上 然后一并退后五步 垂手而立 说是听后吩咐 时事请好请赏 李中堂正要尝尝这金门名品 手指尖将碰碗边 目光一落碗中 眉头呼得一皱 面上顿起阴云 猛然甩手 啪的将一碗茶汤打落在地 随词乱飞 茶汤泼了一地 还冒着热气 在场中官员吓蒙了 杨七和杨八慌忙跪下 谁也不知中堂大人为骂犯怒 当官的一个比一个糊涂 这就透出杨八的明白 他眨眨眼 历时猜到中堂大人以前没喝过茶汤 不知道撒在福头的碎芝麻是骂东西 一准当成不小心掉上去的脏土 要不那会有这么大火气 可这样难题就来了 倘若说这是芝麻不是脏东西 不等于骂中堂大人 孤陋寡闻没有见识吗 倘若不加解释 不又等于承认给中堂大人吃脏东西吗 说不说 都要挨一顿臭揍 然后砸饭碗子 而眼下顶要紧的 是不能叫李中堂开口说 那是脏东西 大人说话 不能改口 必须赶紧想折 抢在前头说 杨八的脑筋 飞快的一转两转三转 主意来了 只见他脑袋撞地 咚咚咚扣得山响 一边叫道 中堂大人息怒 小人不知道中堂大人 不爱吃压碎的芝麻粒 惹恼了大人 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小人这次 今后一定痛改前非 说完又是一阵想头 李中堂这才明白 刚才查堂上那些黄渣子 不是脏东西 是碎芝麻 明白过后便想 天津卫酒喝下哨 人性恋达 生意场上心灵嘴巧 这卖茶堂的小子 更是鸡鸣过人 居然一眼看出 自己错把芝麻当作脏土 而三两句话 既叫自己明白 又给自己面子 这聪明 在眼前的浮现倒台中间 是绝没有的 于是对杨疤心生喜欢 便说 不知道当无罪 虽然我不喜欢吃碎芝麻 但你的茶堂 鸣满金门 也该嘉奖 来人啊 赏银一百两 这一来 叫在场所有人摸不着头脑 茶堂不爱吃 反倒讲巨银 喂妈 傻啦 杨疤趴在地上 一个劲的叩头谢恩 心里头 却一清二楚 全明白 自此 杨疤在天津城 威名大振 那杨家茶堂 也被人们改称作 杨疤茶堂了 杨七反倒渐渐埋没 无人知晓 杨疤对此毫不内疚 因为自己成名 讨的是自己一张好嘴 李忠他 并没有 喝茶堂呀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九集 蔡二少爷 蔡家二少爷的能耐 特别 卖家产 蔡家的家产 有多大 多厚 没人能说清 反正 人家是天津出名的富豪 折腾研发的家 有钱做官 几代人 还全好古玩 庚子事变时 老爷子和太太逃难 死在外边 大少爷一直在上海做生意 有家有业 家里的东西 就全烙在二少爷身上 二少爷没能耐 就卖着吃 打小白脸 吃到满脸胡茬 居然还没有坐吃山空 人说 蔡家的家产 够吃三辈子 净骨斋的黄老板 每听这话 心里暗笑 他多少年 专卖蔡家的东西 名人家的东西 较比一般人的东西 好卖 而黄老板 凭他的眼力 看得出二少爷 上边几代人 都是地道的丸主 不但没假 而且一马是 硬邦邦的好东西 到手就能出手 蔡家卖的东西 一多半 净他的手 所以他知道 蔡家的水 有多深 十五年前 打蔡家出来的东西 是珠宝玉器 自画真丸 十年前 成了瓷缸石佛 映墓家具 五年前 全是一包一包的旧衣服了 东西虽然不错 却渐渐显出 和干见底的样子 这黄老板 对蔡二少爷的态度 也就一点点的变化 十五年前 他买二少爷的东西 全都是亲自去蔡家府上 十年前 二少爷有东西卖 派人叫他 他一忙 就把事扔在脖子后边 五年前 已经变成二少爷 嘎着窝里 夹着一包旧衣服 自个儿跑到静谷斋来 这时候 黄老板搭了着眼皮说 二少爷 麻烦您把包打开吧 连伙计们 也不上来帮把手 黄老板拿个尺子 把包里的衣服 一件件挑出来 往旁边一甩 同时 嘴里叫个价钱 好在故意 接上卖不头的 最后结账时 全是伙计的事 黄老板 人到后边喝茶 抽烟去了 黄老板 自以为摸透了蔡家的命脉 可近两年 这卖相 有点古怪了 蔡家二少爷 忽然不卖旧衣 反过来 又隔三差五 派人叫他到蔡家去 海阔天空的 先胡扯半天 扭身 从后边柜里 取出一件东西 给他看 渐渐都是 十分橙色的古丸精品 不是康熙五彩的大碟子 就是一把沈石田 细笔的扇子 二少爷把东西 往桌上一撂 那神气 好在又回到十多年前 黄老板说 嘿 真是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二少爷的箱底 简直没有边了 东西卖了快二十年 还是拿出一件 试一件 蔡二少爷笑笑 只淡淡说一句 我总不能把祖宗 留下来的全卖了 那不成败家字了吗 可一谈价就难了 每件东西的要价 比黄老板心里 估计的卖价还高 这在古丸里 叫做博梗价 就是逼着别人上吊啊 像蔡家这种人家卖东西 有两种卖法 一是卖穷 一是卖富 所谓卖穷 就是人家急等着用钱 着急出手 碰上这种人 就在撞上大运 所谓卖富 就是人家不缺钱花 能卖大价钱 才卖 遇到这种人 死活没办法 蔡二少爷 一直是卖穷 骂时候 该卖富了 一天 北京琉璃厂 大雅宣的毛老板 来到静古斋 这一斤一斤 两家古玩店 平日常有往来 彼此换货 互找买主 熟得很 毛老板 进门就瞧见 古玩架上有件东西 很眼熟 走近一看 一个精致的紫檀架上 放着一叠八片 杨枝玉板刻的金刚精 管隔体的迎头小字 讲究之急 还描了真金 他牛脸对黄老板说 这东西 您打哪儿来的 脸上的表情 满是疑惑 黄老板说 半个月前 新进的 怎么 毛老板追问一句 谁卖您的 黄老板 眼珠一转 心想 你们京城人 真不懂规矩 古玩行里 对人家的买主 或卖主 都不能乱打听 他笑了笑 没搭茬 毛老板 决出自己 问话不当 改口说 是不是你们天津的 蔡二少爷 云给您的 这东西 是打我手里买的 黄老板 正住 紧不住说 他是卖主啊 怎么还买东西 毛老板 接过话 我一直以为 他是买主 怎么还卖 要不 我刚才问你 俩人 大眼对小眼 都发傻 毛老板 呼指着 柜上的一个 大名成画的 青花瓶子说 那瓶子 也是我卖给他的 他多少钱 给您的 我可是跟白扔 一样 让给他的 毛老板 还蒙在鼓里 黄老板 心里头 已经真相大白 他不能 叫毛老板 全弄明白 待毛老板 走后 他马上 对伙计们说 记住 蔡二少爷 不能再打交道了 这王不但卖东西 卖出能耐来了 已经成精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集 悲头羊 光绪庚子后 社会违心 人心思变 光怪陆离 无奇不有 大植固 冒出一个奇人 人称 背头羊 当时 男人的辫子 剪得太急 而且 头发 手之父母 不肯剪去太多 剪完后 又没有新发型 接着 于是 就剩下一头 长长的散发 在玉米碎子 背在后脑壳上 俗称 马子盖 大名叫 背头 背头 变成了 违心的男人们 流行的发誓 既然如此 这个留背头 姓杨的 还有骂新鲜的 您问的好 我告诉您 这人 是女的 大植固 有个姓杨的大户 两个没出门的闺女 杨大小姐 斯文耗尽 整天呆在家 杨二小姐 激进耗动 终日外边跑 模样和性情 都跟小子们一样 而且耗时髦 外边流行什么 她就立即 弄到自己身上来 她头次听到 革命二字 马上就绞了头发 仿照违心的男人们 留个背头 这在当时 可是个大新闻 可她 不管家里怎么闹 外头怎么说 我行我素 快意得很 但 没出十天 麻烦就来了 这天傍晚 背头羊 打老龙头的西学堂 听完时事演讲 回家 下边 憋了一泡尿 她急着往家赶 欲急欲憋不住 简直在江河翻浪 咬绝口子 她见道边 有件毛策 便一头钻进去 天下的毛策 都是一边男 一边女 中间格道强 左男右女 她正解裤带的当口 只听蹲着的一个女的 大声尖叫 流氓 流氓 跟着 另一个爷叫起来 声音更大 她给着一叫 懵了 闹不清流氓在哪 提着裤子跑出去 谁料 里边的几个女的 跟着跑出来 喊打叫骂 认准她是个到女厕所占便宜的坏小子 过路的人上来把她截住 一拥而上 连踢带打 背头羊叫着 别打 别打 我是女的 谁料 拥抢 拥打 打的就是你这帽牌的女的 直到巡警来 认出这是杨家的二小姐 才把她救出来送回家 背头羊给打的一身包 脸上挂了彩 哎 见了爹娘又哭又闹 一连多少天 那就不去说了 打这儿 背头羊在外边 再不敢进毛厕 别急了 就是尿在裤裆里 也不去毛厕 她不能进男厕 更不能进女厕 一时间 连自己是男是女 也弄不清了 她不去找事 可是事来找她 她听说 打植孤一带的女厕所 接连出事 据说 总有个留背头的男子 闯进去 进门就说 我是背头羊 唬住对方 占些便宜后 扭身就跑 虽然没出大事 却闹得人心惶惶 还有些地面上的小混混 也趁火打劫 在女厕所的墙外 时不时叫一嗓子 背头羊来了 叫这一带的女厕所 都在闹鬼的房子 没人敢进去 背头羊真弄不明白 违心怎么会招来 这么多麻烦 不过留一个背头 连厕所也进不得 而且是进厕所不行 不进厕所也不行 不知是她把事情扰乱 还是事情把她扰乱 一堵气 她在屋里待了两个月 慢慢头发长了 恢复了女相 这一来 女厕所自然就随便进了 而且女厕所也肃静起来 好似天底下的麻烦 全没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一集 任牙 治牙的华大夫 医术可谓顶天了 连朝她一张嘴 不用说哪个牙疼 哪个牙酸 哪个牙活动 她往里瞅一眼 全知道 她能把真牙 修理得在假牙一样漂亮 也能把假牙 做得在真牙一样得用 她哪来这么大的能呢 废猜 华大夫 人善 正派 规矩 可有个毛病 便是记性差 记不住人 见过就忘 忘得干干净净 您昨天刚去她的诊所 瞧虫子牙 今儿在街头碰上 一打招呼 她不认得您了 您恼不恼 要说她眼神差 她从不戴镜子 可为骂 记性这么差 也是废猜 后来 华大夫出了一件事 把这两个废猜的问题 全解开了 一天下晨 寻补房 来了两位便衣侦探 进门就问 今儿个上午 有没有一个黑脸汉子到诊所来 长相是落腮胡子 肿眼泡 挨着右嘴角一颗大黑痣 华大夫摇摇头说 记不得了 侦探问 您一上午看几号啊 华大夫回答 半天只看六号 侦探说 这就齐了 总共一上午才六个人 怎么会记不住 再说 这人的长相 就是在大街上扫一眼 保管也会记一年 搞明白你吧 这人上个月在故一街 持枪抢了一家首饰店 是通缉的药饭 您不说 难道跟他有瓜葛 华大夫平时没脾气 一听这话 等时火急 一拍桌子 拔牙的钳子 在桌面上蹦得老高 他说 我画家三代行医 致病救人 从不做违背良心的事 记不得 就是记不得 我也明白告诉你们 那祸害人的家伙 要给我瞧见 帮你们来找我 我找你们去 两位侦探见牙医动怒 撕着白牙 露着牙花 不像装甲 他们迟一片刻 扭身走了 天冷了的一天 华大夫真的急急慌慌 跑到寻补房来 跑得太急 大罐都裂了 他说那抢首饰店的家伙 正在开封道上的一壶春酒楼 喝酒呢 寻补文知 马上赶去 居然把这黑脸巨匪 捉拿归案了 侦探说 华大夫 您是怎么认出他来的 华大夫说 当时我也在一壶春吃饭 看见这家伙正跟人喝酒 我先认出他嘴角那颗黑痣 这长相是你们告诉我的 可我还不敢断定就是他 天下不会只有一个嘴角长痣的 万万不能弄错 等到他咧嘴一笑 露出那颗虎牙 这牙我给他看过 记得 没错 我便赶紧报信来了 侦探说 我还是不明白 怎么一看牙就认出来了呢 华大夫哈哈大笑 说 我是治牙的呀 我不认识人 可认识牙呀 侦探听吧 惊奇不已 这事传出去 人们对他那废菜的事 就全明白了 他记不住人 不是毛病 因为他不记人 只记牙 治牙的 把全部心思都使在牙上 医术还能不高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二集 青云楼主 青云楼主 海河边 一小文人的号 妈叫小文人 就是在人们嘴边 绝对挂不上号 可提起他来 差不多还都知道的 那类文人 此君 脸窄 身薄 皮黄肉干 胳膊大腿又细又长 远瞧 在几根竹竿子上 晾着一张豆皮 但人不可貌相 还不可斗梁 他能写能画 能刻图章 连脱表的事也行 可行家们说他 手操了点 言故 天津卫的买买 没他写的匾 反装药铺的墙上 不挂他的画 他于书画这行 是又在行里 又在行外 文人落到这地步 那股子怀才不遇的滋味 是苦是酸 还是又苦又酸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于是 青云楼这摘号 就叫他想出来了 他字号青云楼主 还写了一副对子 挂在迎面墙壁上 人在青山里 心卧白云中 他常常自言自语 念着对子 每每念罢 闭目摇间 真如隐士 然而天津卫 是个凡夫俗子的花花世界 青云楼就在大胡同东口 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挤成个团 再说 他隔墙就是四季春大酒楼 整天鱼味肉味葱味酱味 换着样往窗户里边飘 管上窗户 那管屁用 窗玻璃拦得住鱼鲜肉香 却拦不住灯红酒绿 一位邻居对他说 你这青云楼 干脆也改成饭馆算了 这青云楼三次 听着还挺好听 一觉准响 这话 当时差点叫他死过去 前旋递转 运气有变 一天 有个好事的小子陈八 带来一位美国人拜访他 这人五十多岁 秃头骨眼大胡子 胡子里头瞧不见嘴 陈八说 这老美喜欢中国的老东西 尤其是字画 青云楼主头一回与洋人会面 脑子发乱 手脚也忙 踩凳子挂画时 差点来个人仰马翻 那老美并没注意到他 只管去瞧墙上的画 每瞧一幅 就哇啦哇啦叫一嗓子 好在洗屁股时叫水烫着了 然后 作起嘴 滋滋赞赏一番 这一作嘴 就见有一个樱桃样的东西 又湿又红 从他的胡子中间拱出来 青云楼主定神一看 原是这老美的嘴唇 最后他用中文一个字一个字 对青云楼主说 我太高兴了 谢谢 我太高兴了 谢谢 他大概只学了这几个字 反反复复地说 一直告辞而去 青云楼主高兴得要疯 他这辈子 头次叫人这么崇拜 两个月后 他收到一封阳文写的信 他拿到大公报的报馆 去找董阳文的朱先生 朱先生一看就笑 对他说 你用骂法子 把人家老美都折腾出神经病来了 他说他回国后 天天眼睛里都是你的字 晚上做梦也是你的字 还说他感到中国的艺术家 绝对都是天才 青云楼主如上青云 身子发飘 一夜没睡 天亮时 忽来灵感 挥笔给那老美写了 宁静致远四个大字 亲手表成横批 送到邮局寄去 邮件里还附一张信纸 提个要求 要人家把字挂在墙上后 无论如何 站在这字前面 照张照片寄来 他想他要拿着照片给人看 给亲友看 给街坊邻居看 给那些小看他的人看 再给买买家那几个大老板看 给报馆的编辑们看 最后在报上 看灯出来 都看吧 等愿你们的狗眼看看吧 你们不认我 人家老美认我 他在青云楼中 坐等三个月 只等到有点疑惑 甚至有点泄气时 一封外皮上 写着阳文的信 终于寄来了 他忙撕开 撑出一封信 全是阳文 他不懂 里边并没照片 再看信封 照片竟卡在里面 他捏住照片 撑出来一瞧 有点别扭 不大对劲 他再细瞧 竟傻了 那老美倒是站在 他那字的前面照了下 可是字儿却挂到了 全朝下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三集 小杨月楼 一节礼金奥 民国二十八年 龙王爷 闯进天津位 大小楼房 全赛站在水里 三层楼房 水过腿 两层楼房 水齐腰 小平房 便都落得 磨顶之灾了 街上行船 窗户当门 买卖亭夜 车辆不通 小杨月楼 和他的一班人马 被困在南市的 庆云戏院 那时候 人都泡在水里 哪有心思看戏 这班子二十来号人 便睡在戏台上 龙王爷赖自天津 一连几个月 戏班照样 人吃马胃 把钱使敬 便将十多箱 行头道具 压在河北大街的 万城道 等到水退了 火车通车 小杨月楼 急着返回上海 凑钱买了车票 就没钱熟当了 急得他闹牙疼 腮帮子肿得老高 戏院一位热心肠的 小伙计对他说 您不如去求 李金奥帮忙 美人仗义 拿义气当命 凭您的名气 有求必应 李金奥 是天津卫出名的 一位大锅火 混混头 上刀山 下火海 跳油锅 绝不含糊 死签一个 虽然黑白道上 也讲规矩 讲脸面 讲义气 拔刀相助的事 李金奥干过不少 小杨月楼 却从来不沾这号人 可是今儿个 事情逼到这地步 不去也得去了 他跟随这小伙计 到了溪头 过街穿巷 抬眼一瞧 正住了 篱把墙 炸了门 几间爬爬屋 大名鼎鼎的李金奥 就住在这破瓦寒窑里 小伙计 却结门一声呼 李二爷 应声 打屋里猫腰 走出一个人来 出屋直起身 吓了小杨月楼一跳 这人 足有六尺高 肩膀晒门宽 老脸老皮 胡子拉叉 那件挥布大罐 足够改成个大床单子 上面还游了几块 小杨月楼以为找错人家 没想到这人说话 嘴上再扣个罐子 嗡声嗡气的 找我干嘛 口气挺硬 眼神极横 错不了 李金奥 进了屋 屋里塞破庙 地上是土 条岸上也是土 东西全是东倒西歪 迎面的八仙桌子 四条腿缺了一条 拿砖顶上 桌上的茶壶 破嘴缺霸 磕底裂肚 盖上没疙瘩 小杨月楼心想 李金奥是真穷 还是装穷吗 若是真穷 拿骂帮助自己 于是心里不抱什么希望 李金奥 打量来客 一身春绸裤褂 白丝袜子 黑里夫尼鞋 头戴一顶细编 巴拿马草帽 手拿一柄 有字有画的 班竹折扇 他瞄着小杨月楼说 我在哪儿见过你 眼神还挺横 不再对客人 再对仇人 戏院小伙计 忙做一番介绍 表明来意 李金奥立即起身 公公手说 我眼镯 杨老板可别在意 您到天津未来唱戏 是咱天津 有耳朵人的福气 哪能叫您受制委屈 您明儿赏后 就去万城当 拉东西去吧 说的真爽快 好在天津未是他家的 这更叫小杨月楼 满腹狐疑 以为到这儿来 做戏一玩 转天一早 李金奥来到 河北大街的万城当 进门朝高高的柜台 仰头叫道 告诉你们老板去 说我李金奥 拜访他来了 这一句 不单把柜上的伙计吓跑了 也把典当来的主顾吓跑了 老板慌张出来 请李金奥到楼上喝茶 李金奥离也不离 只说 我朋友杨老板 有几个细箱压在你这里 没钱熟到 你先叫他搬走 交请记着 咱们往后再说 说完 拨头便走 当日赏后 小杨月楼带着几个人 碰运气赛的 来到万城当 一件事 佩服李金奥的义气 纷纷来到万城当 要把小杨月楼欠下的熟当钱补上 老板不肯收 拨伙们把钱接着柜台扔进去就走 多少亿不论 反正多得多 这事又传到李金奥耳朵里 李金奥在北大关的天庆馆摆了几桌 将这些带自己还情的弟兄们 着实厌情一顿 谁想到 小杨月楼回到上海 不出三个月 几张银票到天津万城当 补还那笔欠款 万城当 收过锅伙们的钱 哪敢再收双份啊 老板亲自捧着钱给李金奥送来了 李金奥骂人 不但分文不取 看也没看 叫人把这笔钱 分别还给那帮带他付钱的弟兄 至此 钱上面的事清楚了 谁也不欠谁的了 这事儿本该了结 可是情没结 怎么结 转年冬天 上海骑牢 黄埔江冰冻三尺 大河盖上盖 甭说海上的船开不进江来 江里的船 挽走两天便给冻得死死的 比抛锚还稳当 这就断了码头上 脚夫们的生路 尤其打天津去扛活的弟兄们 肚子里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 快只剩下凉气 恰巧 李金奥到上海办事 见这情景 正愁没辙 抬眼瞅见小杨月楼主演 云娘的海报 拔腿便去找小杨月楼 赶到大舞台时 小杨月楼正是闭目卸妆时候 听说天津的李金奥 在大门外等候 脸上带着油彩就跑出来 只见台阶下大雪里 斩着一条高高的扇子 他口呼二哥 三步并两步跑下台阶 脚底板冰雪一滑 一屁股坐在地上 杨脸对李金奥还满是欢笑 小杨月楼在锦江饭店 盛宴款待这位心中敬佩的金门恩人 李金奥说 杨老板 您为的保我一个脑袋 为不保我黄埔江边的上千个扛活的弟兄 如今大河盖盖 弟兄们没犯折 眼瞅着小命不长 小杨月楼开然说 我去想办法 李金奥说 那倒不用 您只要把上海所有的名角约到一块 一眼三天就成 戏票全给我 我叫弟兄们自个儿找主去卖 这么做难为您吗 小杨月楼说 二哥真行 您叫我帮忙 又不叫我费劲 这点事还不好办吗 第二天就把大上海所有名角 像赵军玉 周信芳 黄玉林 刘晓恒 王云芳 刘兵坤 高百岁等等 全都约齐 在黄金戏院举行一言 戏票 由天津这帮弟兄 拿到平日扛活的主家那里去卖 这些主家花钱买几张票 又看戏 又帮忙 老人情 过戏隐 谁不看呢 何况 这么多名角 同台献祭 还是龙凤城祥 红宗列马 等一些热闹好看的大戏 更是千载难逢 一连三天过去 便把冻成冰棍的上千个弟兄 全救活了 李金奥完事要回天津 临行前 小洋月楼又是设宴送行 酒租饭饱时 小洋月楼叫人拿出一大包银子 外头拿红纸包的四四方方 送给李金奥 既是盘缠 也有对去年那事谢恩之意 李金奥一见钱 面孔马上板起来 沉下来的嗓门更显得嗡声嗡气 他说道 杨老板 我这人像立直交朋友 不交钱 想想看 您和我这段交情 有来有往 打谁手里过过钱 谁又看见过钱 折腾来折腾去 不都是那些情谊吗 钱再多也经不住话 可咱们的交情 使不完 说完 起身告辞 小洋月楼叫李金奥着一席话 说得又热又辣 无体流畅 第二天唱花木兰 分外的精气神族 嗓门冒光 整场都是满堂财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济财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济财 演播 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四集 倪仁章 手艺道上的人 捏倪仁的倪仁章 排第一 而且 有第一 没第二 第三 差着十万八千里 倪仁章 大名叫张明山 咸丰年间 常去的地方 有两处 一是东北城角的 戏院 大观楼 一是北关口的 饭馆 天庆馆 坐在那 为了瞧各样的人 也为捏各样的人 去大观楼 要看戏台上的 各种角色 去天庆馆 要看人世间的 各种角色 这厚一种的样 更多 那天下雨 他一个人 坐在天庆馆里 饮酒 一边留神 四下里 吃客们的模样 这一当 打外边 进来三个人 中间一位 穿得阔绰 大脑袋 中流个子 挺着肚子 假设挺牛 横冲直撞 往里走 站在迎门 桌子上的 撂高的一瞅 赶紧吆喝着 一兆林的张五爷 可是稀客 贵客 张五爷 这总共三位 里边请 一听这寒话 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 甚至放下筷子 瞧瞧这位 大名鼎鼎的张五爷 当下城里城里城外 气最冲的 要算这位靠着范延 转下金山的张锦文 他当年由于为圣经将军 海人卖过命 被海大人收为一子 排行老五 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 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 背后叫他海张五 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劲 谁有钱谁横 官也处三分 可是首一人处外 首一人靠手吃饭 求谁 处谁 故此 倪人张只管饮酒 吃菜 西桥东看 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 但是不会 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 有个戏嗓门的说 人家台下一边看戏 一边守在袖子里捏倪人 捏完拿出来一瞧 台上的麻样 他捏的麻样 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 在哪捏 在袖子里捏 在裤装里捏吧 随后一阵笑 拿倪人张找乐子 这些话 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 人们等着瞧 一高胆大的倪人张 怎么回报海张五 一个倪团砍过去 只见人家倪人张 听在没听 左手伸到桌子下边 打鞋底下 抠下一块泥巴 右手依然端杯饮酒 眼睛也只瞅着桌上的韭菜 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 几个手指飞快捏弄 比变戏法的流兔子的手还灵巧 海张五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 倪人张这边 肯定把那些话 在他手里的这团泥上 全找回来了 随后手一停 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 起身去柜台结账 吃饭的人 神博一瞧 这倪人真捏绝了 就再把海张五的脑袋 搁下来放在桌上一般 瓢死的脑袋 小骨眼 一脸狂气 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 只是只有核桃大小 海张五在那边 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 他朝着正走出门的 倪人张的背影叫道 嘿 这破手艺也想赚钱 键卖都没人要 倪人张头都没回 撑开伞走了 但天津卫的事 没有这样完的 第二天 北门外故意接的几个小杂货摊上 摆出来一排排海张五这个泥像 还夹了个身子 大模大样坐在那里 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铲 足有一二百个 摊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 上边是墨笔写着 剑脉海张五 古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谁看谁乐 乐完找熟人来看 再一块乐 三天后 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 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 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 泥人是没了 可剑脉海张五这事 却传了一百多年 直到今儿个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五集 绝道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 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 人头急杂 邪势横生 二十年代 这里一处临街小屋 来了一对青年男女 租房结婚 新床新贵 红壶绿盆 漂漂亮亮 装满一屋 大门外两边墙朵子上 还贴了一双红喜字 结婚 结婚转天一早 小两口就出门做事上班 邻居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 事过三天 小两口去上班不久 忽然打东边 飞也似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 登车的是个老头子 骨瘦肉紧 皮黑牙黄 小腿肚子 晒两个铁球 一望便知 是个常年登车的车夫 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 全是十七八岁 手拿木棍 板斧和麻绳 这一人仨 面色都凶 看似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登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 猛一刹车 车上俩小子蹦下来 奔到门前一看 牛头对那老头子说 爹 人不在家 门还锁着呢 门板上 确实挂着一把大洋锁 老头子瞪时火冒三丈 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 脑袋脖子上的青筋直蹦 跳下车大骂起来 这不孝的禽兽 不管铁娘 跑到这儿造他妈宫殿来了 小二小三 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 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 把门锁砸散 门大开 一屋子新房的物品 全亮在眼前 老头子一看更怒 手指空屋子 又跳又叫 声大吓人 好啊 没心没肺的东西 从小疼你 抱你 喂你 宠你 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 如今你娘一身病 请大夫吃药没钱 你一个子儿不给 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 你娘快死了 你享福 我就叫你享福 享福 享福 小二小三 站着干嘛 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 摇杆偏向你们的大哥 我就砸舍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 七手八脚 把屋里的箱子 包袱 被褥 衣服 抱出来 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 听着老头子一通骂 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 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 自然没人出来管 再说那老头子怒火正旺 人像过年放的火炮 一个劲往上蹿 谁拦他 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 那俩小子说 爹 大家伙抬不动 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 砸 跟手一通乱响 最后 玻璃杯子大屋里也扔了出来 这才罢手 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 吼一句 明见面再说 便扬长而去 门大敞开 没人管 亮了一整天 邻居们远远站着 没人上前 可谁也没离开 等着那小两口回来有戏一看 吓傻 新婚的小两口 在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 到家门口一看 懵了 过去问邻居 一直站在那儿的邻居 反而纷纷散开 有位大爷出来说话 显然 他对着不尽孝心的年轻人不满 朝新郎说道 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 是他们干的 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看吧 新郎一听 更懵 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 我哪儿还有爹呀 我三岁时爹就死了 我娘大前年也死了 是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 哪儿来的兄弟 妈 大爷一惊 可早上的事 真真切切 一时脑筋没转过来 还是说 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局子报案 但案子往下足足查了 十年 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道案 千奇百怪 这一桩 确实第一 偷盗的 居然做了人家的爹 背盗的 损失财务不说 反当了儿子 而且还叫人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 招不来同情 反叫人取笑 更倒露 更倒霉 多损 多辣 多绝 多邪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六集 小达子 小达子 其貌不扬 短脖短腿 灰眼灰皮 软绵绵 在块烤山芋 站着 在个影子 走路 在一道烟 人说 这种人 天生是当贼的材料 没错 小达子 演雕手机 就是你把票子 贴在肚皮上 转眼 也会到他手里 还保管叫你 不知不觉 连肚皮贴票子的 感觉也没变 可他最看家的本事 是在电车上 你在车上 要是遇到他 千万别往他身上靠 否则 你身上有什么 就一准 没什么 举个例子说 那种穿西服的小子 要是上了电车 保他没跑 因为那种小子 好时髦 钱包都掖在西服裤子的屁股后边口袋里 口袋没盖 上边露着钱包窄窄一道边 可要想伸手把钱包撑出来 也是妄想 口袋小 钱包骨 紧绷绷 屁股上的神经不比脸皮的神经差 一动就察觉 小达子却自有招 逢到此时 他往车门边的柱子一倚 等车一停 那小子下车的一刹那 他手比电光还快 刷他过去 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夹住钱包的边 下车时 人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向下 于是口袋的钱包不用去撑 他自个儿就舒舒服服 不知不觉退出来了 话说到这儿 别以为这电车上的天下就是小达子的 一天 小达子在车上 打白帽衙门内战上了一位中年男子 黑里夫尼的卦子 外边亮晶晶晃荡着一条纯金的怀表链 还挺粗 小达子待着没动 等车快到离战时 他靠上去 这儿的车轨有一截S型 车到这儿 必得一晃 他借势往那人身上一靠 表就到他手里 跟手揣入怀中 动作快得连眼珠子也跟不上 等车到离战 下车人多 他便挤在人群中 快快下车离开了现场 他一边走 一边美滋滋琢磨着今天的收获 忽然间发现 走在前面的一个人 很像刚才车上那个中年男子 他正游移的当口 那人转过身来 果真就是那人 奇怪的是 那人胸口地方亮闪闪 依然晃着那条又粗又亮的表链 难道他还有一块表 小达子不自觉用手一摸自己怀中 吓了一跳 竟然空空如也 他半辈子偷别人 头一遭尝到挨偷厚的感觉 更灾跟斗的是 他怎么也琢磨不出 这家伙用什么法 从他身上把表取回去的 这人见他发傻的样子 呲牙一笑 笑里分明带着几分 轻见他的意味 好似说 你笨手笨脚 也想干这个 然后收起笑来 转身而去 打这一天 小达子不再上电车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七集 大回 大回姓回 人高马大 手大脚大嘴大耳朵大 人叫他大回 习惯了叫大回 反倒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大回是个能人 专攻锤钓 手里一根竹竿子 就是钓鱼竿 一个使针敲成的钩 就是鱼钩 一根钠鞋底子用的 上了蜡的细线绳 就是鱼线 还有一片鸽子的羽毛 拴在线绳上 就是鱼飘 只凭这几样 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他蹲在坑边 顶多七天 能把坑里几千条鱼 钓光了 连鱼秧子也逃不掉 甭管水里的鱼多杂 他想要哪种鱼 就钻上哪种鱼 他还能钓完公鱼 钓母鱼 一顿顿的往上钓 他钓的大鱼 比他还沉 钓的小鱼 比鱼钩还小 人说钓鱼凭的是运气 他凭的全是能耐 钓既鱼用的红虫子 又小又细 好在线头 而且只有一层薄皮 里边一兜血红的水 要想把鱼钩穿进去 那可不易 弄不好 钩尖一斜 一股红水出来 单剩下一层皮 可人家大回 把红虫子全放在嘴里 在腮帮子那里存着 用的时候 手指捏着鱼钩 张开嘴 把钩往里边一挂 保管把那小红虫 漂漂亮亮的 穿在鱼钩上 就这一手活 谁会 他无论钓什么 都有绝法 比方钓 钓 钓鱼时勾到 王八 那时 杆弯 线不动 很容易疑惑 是钓上了水下边的石块 心里急 一使劲 线断了 打回不及 稳稳绷住 停了会儿 见线一走 认准那是王八 在爬 就更不急着 提杆 尤其 大王八 被鱼钩 勾住之后 便用两只 钳爪子 抓住水草 假若用力 提杆 杆不舍 线断 每到这时候 大回便从腰间摸出一个铜环 从鱼竿的底瓣套进去 穿过鱼竿一松手 铜环便顺着鱼线溜下去 水底下的王八正吃着劲 忽见一个正量的东西直朝自己的脑袋飞来 不知是骂 扬起前爪子一挡 这便松开了下边的草 就是把它舒舒服服地提上来 这招 这法 还在哪儿见过 天津卫人过年有个风俗 便是放生 就是把一条活鲤鱼放到河里去 为的是行善 求好报 放鱼时 要在鱼的背鳍上 拴一根红绳 做个记号 倘若第二年把这鱼打上来 就再拴一根红绳 第三年 照样还拴一根 据说这种 背上拴着三根红绳的鲤鱼 放到河里 可以跳龙门 一切人间的福禄兽才 就全招来了 可是 鲤鱼到处都有 拴红绳的鱼 无处弄到 鱼要是给鱼钩 勾过一次 就变得又灵又贼 拴一根红绳的鲤鱼 在鱼室上偶尔还能看见 拴两根红绳的鲤鱼 看不见 拴三根红绳的 连撒网打鱼的也没瞧见过 你想花大价钱买 他会笑着说 你有本事把河掏干了 我就有本事把它弄上来 怎么办 找大灰 天津卫八大家 都是一进腊月 就跟大灰定这种 三根红绳的鲤鱼了 大灰站在河边 看好鱼道 鱼道就是鱼在水里 长走的路 大灰有双神眼 能一眼看到水里 他瞧准鲤鱼长呆的地界 把一个面团扔下去 这面团比栗子大 小鱼吃不进嘴 大鱼一口一个 但这面团里边 绝不下钩 纯粹是扔到河里喂鱼 一天扔一个 开头 那贼乎乎的大鱼 冒着危险试着吃 你吃没事 第二天再来一个 胆便渐渐大起来 最后煎了面团张嘴就吞 半个月二十天后 大灰心想差不多了 用鱼勾勾个面团扔下去 错不了 一条拴红绳的大鲤鱼 就结结实实绷住了 可是 这法子最多只能钓到 拴两根红绳的鲤鱼 三根红绳的鲤鱼 绝不上钩 这三根绳的鲤鱼 已经给钓到三次 就是吃食也不敢再吃面团了 实骂法子 就用小孩的爸爸 做鱼食 大灰 不是把鱼琢磨透了 南门外那些水坑 哪个坑里有骂鱼 哪个坑里鱼的大小 哪个坑里的鱼有多少条 他心里全一清二楚 他能把坑里的鱼全钓绝了 但他也绝不把任何一个坑里的鱼钓绝了 钓绝了 他玩吗 故而 小鱼不钓 等他长大 母鱼不钓 等他少子 远近钓者都称他鱼绝后 这可不是骂他 是夸他 这个外号并不好 民国三年 夏至后转一天 大灰钓一天雨 人困历伐 多半辈子 整天站在坑边河边 风吹日晒 身子里的油 好得差不多 他在古楼北的聚合城饭庄 吃饱肚子喝足酒 提着一篓子鱼 摇摇晃晃回家 走不动 就靠墙睡会儿 他家在北城根 这一段路不近 他走走停停 直到午夜 迷迷糊糊 就趴在大街上了 这时 街上走过来一辆 拉东西的马车 赶车人在车上睡着了 但就是醒着 也瞧不见他 凑巧这段路的几盏街灯 给风吹灭了 这真是该活死不了 该死活不了 马车从他身上压过去时 车夫那老家伙睡得太死 居然也没掘出来 转天天亮才叫人发现 大回给车压成一个片 再张纸似的贴在地面上 奇怪的是 人压瘪了 鱼篓子却没压着 里边的鱼还都活着 等巡警一追查 更奇怪的是 那车上拉的东西 竟然是一车鱼 这事叫人听了 一震一惊 脖子后边冒出凉气来 有人说 这事坏就坏在 他那个外号上了 鱼绝后 就是叫鱼 把他绝后了 但也有人说 这是上天的报应 他一辈子钓的鱼 实在太多了 龙王爷叫他去 以命抵命 可事情传到 东城里的文人 裴文锦裴五爷那里 人家念书的人说的话 就另一个味儿了 人家说 能人全都死在能耐上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十八集 刘道元活出病 天津卫的买卖家 多如牛毛 两家之间 只要纠纷一起 历时就有一种人 钻进来 调词驾送 把事闹大 一边带写状子 一边去拉拢官府 四处奔忙 借机搂钱 这种人 便是文混混 混混是天津卫土产的痞子 历来分文武两种 武混混 讲打讲闹 动辄断臂开瓢 血战一场 文混混 却只凭手中一支笔 专替吃官司的买卖家 代理送饰 别看笔毛是软 和文混混的毛笔里 藏着一把尖刀 白纸黑字 照样要人命 这文混混当中 拔尖的要属刘道元 买卖尖打官司 谁使刘道元的状子 谁准赢 没跑 人说 他手里的笔 就是判官笔 他本人 就是本地人间的 判官 谁死谁活 全看他笔下的 一匹一纳 可是 他绝不管 小店小铺的事 只给大买卖写状子 大买卖有钱 要多少给多少 他要是缺钱 也用不着去借 只要到大买卖门门前 往门框上一靠 掌柜的 历时就包一包钱 笑嘻嘻地送上来 那些五混混们来要钱 都是用爬头钉 打嘴里 把自己的嘴巴子 钉在门框上 不给钱 不算完 那模样 呲牙咧嘴 鲜血直流 真把人吓死 但人家文混混 刘道元 绝不这么干 他倚在门框上的神器 好在闲着没事 晒太阳 只要钱一到手 扭伸就走 绝不多事 这便是闻混混的 这个闻字了 刘道元有钱 不买房置地 不耍钱 不逛窑子 连扑币也一概不用 光棍一个人 一直住在西门外 眼阁会北边的一个院子里 有两个徒弟 金三和马四伺候着 赚来的钱 吃用之外 全都使在义气上了 他走在路上 只要听到谁家 在屋里哭哭啼啼 说穷道苦 或者穷的打架 便一撩窗子 一把钱哗啦啦扔进去 眼阁会那一代 不少人家受过他的恩惠 可谁也不敢当面谢他 你谢他 他不认账 还翻脸骂你 要论混混的性子 不管文武 全一个魂样 一天 他忽然把两个徒弟 金三和马四叫到跟前说 师父我今年五十六 人间的事儿看遍了 人间的事儿 一点也不知道 今来我总琢磨着 这人死后到底骂样 我今儿有个好主意 我装死 活着出一次病 我呢 就躺在棺材里 好好开开眼 可我人在棺材里 外边的事儿不能料理 就全交给你们俩了 听着 你们俩王八蛋 别心一黑 把我钉死在棺材里 金三 零又快 马四 笨又慢 金三说 哎 哪能呢 师父要是完了 我俩还不如一对丧家犬呢 师父 您的主意虽好 可人家死人死人 都得累期坐斋 至少也得七天 您哪能天天躲在棺材里啊 那里边又黑又窄又闷 您守得住 再说 您要是急着吃东西 急着拉屎怎么办 我的意思 棺材摆在灵堂上是空的 您人藏在后院那间堆东西的小屋里 后院绝对不准人去 吃喝一切 我俩天天照样伺候您 等到出殡那天 您再往棺材里一钻 至于那棺材盖 哪能盯啊 您还得掀开一点往外瞧呢 刘道元笑了 说 你这王八蛋还真灵 就这么办吧 跟着 天津卫全知道大文混混 刘道元死了 还知道他是半夜得报病死的 于是刘家门外贴出复告 家内设了灵堂 放棺材摆牌位 还供上那只大名鼎鼎的判官笔 在请来河上 吹吹打打坐斋七天 来吊宴的人真不少 门口排成长笼 好在大年夜 便家开粥场 刘道元藏在后院小屋里 有吃有喝 还有个盆 能够拉尿 倒蛮舒服 金三一直在前面盯着应酬 马四不时跑来 向师父送个消息 开头 刘道元很是得意 心想 自己活着时 微风八面 人死后 一样神气十分 可是两天过后 一寻思有点不对 那些给他打赢官司的大掌柜们 怎么一个没来啊 没名没姓的人 倒是蜂拥而至 是不是来看热闹来的 这些人 平时走过他家门口 连扭头朝里边 瞥上一眼都不敢 此刻 居然能登堂入室 把他这个大混混日常的活法 看个明白 马四说 头年里叫他一纸状子 几乎倾家荡产的 福顺城洋货店的贺老板 这次也来了 他大模大样的走上灵堂 非但不行礼 却呸的把一大口黏痰留在地上 随后 任妈儿稀奇古怪的事儿全来了 左斋的第四天 一条大汉破门而入 居然还牵着一条狼狗进了灵堂 进门就骂 行刘大 你一死借我那十条金 叫我找谁要去 你不还我钱 我就坐在这儿不起来 他真的就坐在堂屋中央 一动不动 站着地界 叫别人没法进来行礼 金三马四从来没见过这汉子 知道是找茬额钱来的 上去连说带劝也没用 只好动手去拉 谁料这汉子劲儿奇大 一拳一个 把金三马四打得各一个元宝大翻身 金三马四都是文混混 下笔千斤 手中无力 拿他没辙 干瞪眼等着 直到后啥 他闹得没劲 才起身离去 临出门时说 十天后 要来收回这几间屋子顶债 他牵来那只大狼狗一窜 把摆子桌上 用来施舍给孤魂野鬼的 大白馒头叼走一个 马四人时 把这些事全都照实说了 刘道远一听 火冒三丈 气得直叫 嘿 哪个王八蛋敢来坑我 我刘道远跟谁借过钱 我不死了 我看看这个王八蛋是谁 这就要到前边去 马四顶不住 赶紧把金三找来 金三说 您一出去还不是诈尸了 咱的戏可就没法往下演了 师父您先压压火 一切都等着出完大病再说 您不也正好能看看这些人 都是骂变的吗 金三最后这句话管用 眼瞧着刘道远的火下去了 自此马四不再对师父学舍前边的事 刘道远忍不住时向他打听平时那些熟人们 哪个来 哪个没来 马四明白 师父心里问的是另一个文混混 大名叫一枝花 那家伙整天往他们这儿跑 跟刘道远称兄道弟 俩人好得穿一条裤子 可是打刘道远一死 他也跟死了一样 一面不露 马四哪敢把这情形对师父说呀 马四欲不说 他心里欲明白 脸就愈拉愈长 好在下巴上挂个秤坨 后来干脆眼一闭 不闻不问了 看上去真跟死人差不多 这天下晒 院里忽有响动 不像是金三马四 侧耳朵再听 原来是邻居那个卖开水的乔二龙 还有他儿子狗子 翻过墙头来到他的后院 隔窗只听狗子说 爹 金三马四一来 咱再翻墙跑可就来不及了 乔二龙说 金三马四连苍蝇都打不死 你还怕他们 这刘家无后东西没煮 咱不拿别人也拿 跟我来 刘道远肺快气炸了 心想 我活着的时候给你们钱 你们拿我当爷爷 我死了就来抄我的家 你们还要干吗 把我的皮做波澜谷吗 他想砸开门出去 但不行 不能为这两个玩意儿把事坏了 心里一急 不知哪儿来的主意 竟装出一个女人签 拿着嗓子戏声尖叫 快来人呀 有坏人呀 这一喊 竟把乔家父子吓得赛两个虾驴 连袍带穿 噼里啪啦翻墙跑了 幸好的是 前面念经的和尚们 古月正欢 没听到他这边的叫声 可马四再来时 却见他一桌子吃的东西 全扔在地上了 过了一期 总算没出太大差错 万事大吉 金三把供桌上的判官笔 放进棺材 对人说 这支判官笔 必须给师父陪葬 还说 这支笔是支金笔 华士奎那支笔 只是支草笔 这支金笔 只配他师父一个人使 然后 他悄悄去请师父 趁人不注意 赶紧入关 起灵出病 刘道元骂一句 真他妈不知是活够了 还是死够了 便一头钻进了棺材 棺材里 金三给他一切准备的舒舒服服 盖是活的 想开就开 里边照旧有吃有喝 还有个枕头可以睡觉 他哪有空睡觉啊 好不容易死一次 也得死得再明白些 棺材抬起 往灵车上摆放的时候 就听到金三和马四一左一右哭起来 金三灵 说哭就哭 声音就在撕干扯废一般 刘道元想 还是金三好啊 马四这王不但连假哭也不会 可是金三的假哭却长不了 闹一会儿就没事了 这才听出马四这边也有哭声 马四来得慢 声音不大 可动了真嗝嗝的哭了一路 好在死了亲爹 这没完没了的哭 反而扰得刘道元心烦 欲听欲丧气 刘道元已经弄不明白 到底是真的好 还是假的好了 走着走着 刘道元呼听 外边乱糟糟 声音挺大 好在出了骂事 跟着灵车也停住了 他心里奇怪 俩手拖住棺材盖 使劲举开一条缝 朝外一瞧 只见指人指马 指车指轿 黑白无常 银帆雪柳 白花花一片 街两旁 却黑压压 却黑压压 站满瞧出殡的人 到底骂事儿 叫出殡的队伍停住了 他透过旗杆再一瞧 竟看见一些人 伸拳伸腿挡在前面 原来是会友较行的 藤黑子那帮五混混 他心想 这帮人平日 跟他一向讲理讲面 怎么也翻脸了 想干嘛 这时 他突然瞧见 他那弟兄一枝花 也站在那帮人中间 只听一枝花在叫喊着 那枝判官笔 本来就该归我 他算个屁 死了 还想把这笔带走 没门 不交给我 甭想过去 刘道远的脑袋 轰的一下 但这次没急 反倒霍朗了 心里说 嘿 原来人死了 是这么回事 老子全明白了 双手发力 一推棺材盖 狂狼一响 他站了起来 这一下 不但把出殡的 和看热闹的 全吓得鸡蛙喊叫 连结盗的那帮混混 也四散而逃 刘道远 站在灵车上 大笑不绝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 第十九集 黑头 这儿说的黑头 可不是戏曲里的行的 而是一条狗的名字 这狗 不一般 黑头是条好狗 但不是那种常说的 舍命救助的中犬 异犬 这是一条 除了它 再没第二的狗 它刚打北大关一带 街头那些野狗里出现时 还是个小崽子 太丑 一准是谁家母狗下了咋 嫌它难看 扔到这边来 扔狗都往远处扔 狗都扔家 扔近了 还得跑回来 黑头是条菜狗 那模样 说它都怕脏了舌头 白底儿黑花 花也没样 像烂墨点子 东一块西一块 脑袋 整个是黑的 黑的看不见眼睛 指一口白牙 中间搭了出一小截红舌头 不光人见人闲 野狗们也不搭理它 北大关挨着南运河 码头多 人多 商号饭铺多 土箱子里能吃的东西也多 野狗们单靠在土箱子里 刨食就饿不着 可这边的野狗 个个凶 狗都护食 不叫黑头靠前 果儿一年过去 它的个子不见长 细腿别肚 乌黑的脑袋 还像拳头那么点 北大关顶大的商号 就是龙昌海货店 专门营销海峡 河蝎 湖鱼 江碧 远近驰名 店里一位老伙计商大爷 是个敦敦实实的老汉 打小在龙昌当学徒 后当伙计 干了一辈子 如今六十多岁 称得上这店里的元老 买卖水产的事 比自家的事还明白 至于北大关这一带市面上的事 全都在他眼里 他见黑头皮包骨头 受得可怜 便时不时叫小伙计 扔块鱼头给他 狗吃肉 不吃鱼 尤其不吃生鱼 怕腥 但这小崽子 却领商大爷的情 就是不吃 也咬上几口 再朝商大爷叫两声 摇摇尾巴走去 这叫商大爷动了心 日子一久 有了交情 模样丑不丑 也就不碍事 一天 商大爷下班回家 这小崽子竟跟在他后边 商大爷家在侯家后 道不远 黑头一直跟着他 距离拉得不近不远 也不出声 直送他到家门口 商大爷的家 是个待院的两间瓦房 商大爷开门进去 扭头一看 黑头就蹲在门边的槐树下边 一动不动瞧着他 商大爷没理他 关门进屋 第二天 一天没见他 傍晚下班回家时 黑头不知骂时候又出来了 又是一直跟着商大爷 不声不响 送商大爷回家 一连三天 商大爷明白这小崽子的心思 回到家 把院门一敞说 进来吧 我养你了 黑头就成了商家的一号了 邻居们有点纳闷 商大爷养狗 总得养条好狗 领野狗养 也得挑一条顺眼的呀 干嘛把这么个丑东西弄到家里 天天在眼皮子底下转来转去 受得了吗 商大爷日子宽裕 很快把黑头喂了起来 个子长得飞快 一年成大狗 两年大得吓人 他的黑脑袋 竟比小孩的脑袋还大 白牙更尖 红舌更长 他很少叫 商大爷明白 咬人的狗都不叫 所以从不叫他出门 即便他不咬人 也怕他吓着人 其实 黑头很懂人事 他好像知道自己模样凶 绝不出院门 也绝不进房门 整天守在院门里 房门外 每天有客人来串门 他必趴下 把半张脸 埋在前爪后边 不叫人看 怕叫人怕 耳朵却竖着 眼睛睁得挺圆 绝不像那种 耗尘能的家犬 一来人就炸火半天 可是一天半夜 有个贼翻墙进院 他扑过去 几下就把那贼制服 他一声没叫 那贼却疼得 吓得鸡蛙乱喊 这叫商大爷知道 他不是吃闲饭的 寒家护院 非他莫属 商大爷常说 黑头这东西 有报恩之心 很懂事 知道怎么做事 商大爷这种 在老店里 干了一辈子的人 讲理讲面 讲规矩 讲分寸 这狗 合他的性情 所以叫他喜欢 只要别人 夸赞他的黑头 商大爷 比眉开眼笑 好像人家夸他孩子 可是 一次黑头惹了祸 而且是大祸 那些天 商大爷家 西边的厢房 落驾翻修 请一帮 泥瓦将和木工 搬砖运灰 里里外外忙活 他家平时客人不多 偶尔来人串门 多是熟人 大门向来都是闭着 从没这样大场四开 而且进进出出 全是生脸 黑头没见过场面 如林大敌 浑身的毛全竖起来 但又不能出头露面 吓着人 便天天猫在东屋前 连盹也不敢打 七八天过去 老屋落驾 袍槽下庄 砌砖垒墙 很快四面墙和房架立了起来 待到上梁那天 商大爷请人来 在大梁上贴了符纸 拴上红筹 众人实力吆喝 把大梁抬上去摆正 跟着放一大挂 雷子鞭 历史引来一群 外边看热闹的孩子 连喊带叫 拥了进来 黑头以为出了事 突然腾身 穿越出来 孩子们一见着 黑头花身 张牙舞爪 凶神恶煞般的怪物 吓得转身就跑 外边的往里拥 里边的往外挤 门里门外砸成一团 跟着就听见孩子 又叫又哭 商大爷跑过去一瞧 一个邻居家的男孩 被击倒 脑袋撞上石头门堆 开了口子 冒出血来 邻居家大人赶来一看 不高兴了 迎面给商大爷来了两句 使狗吓唬人 骂人 商大爷是讲理讲面的人 自己缺理 人家话不好听 也得受着 一边叫家里人 陪着孩子去瞧大夫 一边回到院里 安顿受了惊扰的修房的人 这时 牛头一眼瞧见黑头 心火冒起 拾起一根杆子 两步过去 给黑头狠狠一杆子 骂道 畜生就是畜生 我一辈子和人好里好面 你把我面子丢尽了 黑头挨了重重一击 本能地窜起 呲牙大叫一声 那样子真凶啊 商大爷正在火头上 并不怕他 朝他怒吼 干嘛 你敢咬我 黑头站在那儿没动 两眼直对商大爷看着 忽然转身夺门而去 一溜烟就跑没了 商大爷把杆子一扔说 滚吧 打今儿起别再回来 原本不就是条丧家犬吗 黑头真的没再回来 打白天到夜里 随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 影儿也不见 商大爷心里觉得好像缺点嘛 嘴里不说 却忍不住总到门外边张望一下 这畜生真的一去不回头了吗 又过两天 西边的房顶已经铺好尾耙 开始上泥铺瓦 院门敞着 黑头忽然出现在门口 这时候 商大爷去龙昌上班了 工人都盯着手里的活 谁也没注意到他 黑头两眼扫一下院子 看见中间有一堆活好的稀泥 突然 他腿一使劲 朝那堆稀泥猛冲过去 噗的一头扎进泥里 用劲过猛 只剩下后腿和尾巴留在外边 这一切 没人瞧见 待商大爷下闪回来 工人收工时 有人发现 这泥里毛乎乎的东西是骂的 拉出来一看 大惊失色 原来是黑头 早断了气 身子都有点发硬了 他怎么死在这儿 骂时候死的 是邻居那家弄死后塞在这儿的吗 大伙猜了半天 说了半天 谁也说不清楚 半天没说话的商大爷的一句话 把这事说明白了 我明白他 他比我还要面子 他这是自我了结呀 随后又感慨地说 唉 死 还是要死在自己家里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二十集 神医王十二 天津卫是码头 码头的地面 咯咯哒哒 可不好站 站上去 还得立得住 靠骂呢 能耐 一般能耐 也立不住 得看你有没有 非常人所能的 绝活 换句话说 凡是在天津 站住脚的 不管哪行 哪业 全得有一首 非凡的绝活 比方 瞧病治病的神医 王十二 要说那种 妙手回春的明医 城里城外 一简一框 可 这只是明医而已 王十二 人家是神医 神医 明医 以天一地 神在哪儿呢 就是你身上出了毛病 疾病 急得要死要活 别人没法 他有法 而且那法啊 可不是原先就有的 是他灵光一闪 集中生智 信守年来 守到病除 王十二 这种故事多着的 这儿不多说 只说两段 一段在租界小白楼 一段在老城西马路 先说租界这段 这天 王十二在开封道上走 呼听有人尖叫 一瞧 一个在道边套烟筒的铁匠 俩手捂着左半边脸 痛得大喊大叫 王十二急步过去 问他出了骂事 这铁匠说 铁渣子绷进眼睛里了 我要瞎了 王十二说 别拿手揉 愈揉扎得愈深 你手拿开 睁开眼叫我瞧瞧 铁匠松开手 勉强睁开眼 一小块黑黑的铁渣子 扎在眼球子上 卯泪又流血 王十二抬起头 往两边一瞧 这条街全是各样的洋货店 王十二喜好洋人 新鲜的玩意儿 常来逛 他忽然目光一闪 也是灵光一闪 只听他朝着铁匠大声说 两手别去碰眼睛 我马上给你弄出来 扭声就朝一家洋货店跑去 王十二进了一家洋货店的店门 伸出右手 就把挂在墙上一样东西摘下来 顺手将左手拿着的 出诊用的绿筹包 往柜台上一撂 说 我拿这包做鸭 借你这玩意儿用用 用完马上还你 话没说完 人已夺门而出 王十二跑回铁匠跟前说 把眼睁大 铁匠使劲一睁眼 王十二也没碰他 只听叮的一声 这声音极轻微 也极清楚 跟着听王十二说 出来了 没事了 你眨眨眼还疼不疼 铁匠眨眨眼 居然一点儿不疼了 跟好人一样 再巧 王十二捏着一块 又小又尖的铁渣子 举到他面前 就是刚在他眼里 那块要命的东西 不等他谢 王十二已经转身 回到那洋货店 跟着再转身出来 嘎着窝夹 夹着那个出枕用的 绿筹包 朝着街东头走了 铁匠朝他喊 您用麻烦给我治好的 我得给您磕头啊 王十二头也没回 只举起手摇了摇 铁匠纳闷 到洋货店里打听 店员指着墙上边 一件东西说 我们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他就说借这东西用用 不会儿就送回来了 铁匠抬头看 墙上挂着这东西 像块马蹄铁 可是很薄 看上去挺讲究 光亮溜滑 中段涂着红漆 再看 上边没钉子眼 不是马蹄铁 铁匠愈瞧愈不明白 问店员道 洋人就使他治眼 店员说 还没有听说他能治眼 这是个能吸铁的物件 洋人叫吸铁石 店员说着 从墙上把这东西摘下来 吸一吸桌上乱七八糟的铁物件 铁盒 铁夹子 钉子 钥匙 还有一个铁丝眼镜框子 竟然全都叫他吸在上面 好在有魔法 铁匹医神 原来王十二是他把铁医神眼里的铁渣子吸下来的 可是刚刚那会儿 王十二怎么忽然想起用他来了 神不神 神医吧 再一段 更神 这段事在老程西那边 也在街上 那天 一辆运菜的马车的马 突然惊了 横冲直撞在街上狂奔 马夫腰和拉姜都弄不住 街两边的人吓得往两边跑 有胡同的地方往胡同里钻 没胡同的往树后边躲 连树也没有的地方 就往墙根扎 马奔到街口 迎面过了一位红脸大汉 长着怀露出滚圆正亮的肚皮 一排黑胸毛 塞一条大蜈蚣趴在当胸 有人朝他喊 快躲开马京了 谁撂着大汉大叫 有种往你爷爷胸口上撞 看样子 这汉子喝高了 马夫急着在车上喊 要死人了 跟着一声巨响 将撞到一面墙 把大汉撞飞出去 硬摔在街边的墙上 紧紧趴在墙上面 马车接着往前奔去 大汉虽然没死 却趴在墙上 下不来了 他俩手用力撑墙 人一动不动 难道叫骂东西 把他钉在墙上了 人们上去一瞧 原来泪茶子撞断 断了的泪条穿皮而出 正瞧插进砖缝 撞劲太大 插得太深 拔不出来 大汉痛得急得大喊大叫 一个人嚷着 你再使劲拔 肚子里的中气散了 人就完了 另一个人叫着 不能使劲 泪茶子掰断了 人就残了 谁也没碰过这事 谁也没法 大汉叫着 快救我呀 我这个王八蛋 要死在这儿了 声音大得震耳朵 有几个人 撸袖子要上去拽他 这时就听不远处 有人叫一声 别动 我来 咱们扭头一瞧 只见不远处 一个小老头朝这边跑来 这小老头 光脑袋 挥甲袍 腿脚极快 有人认出 是神医王十二 便说 有救了 只见王十二 先往左边 两步到一个剃头摊前 把手里那出诊用的 小绿筹包 往剃头匠手里一塞说 先压给你 顺手 从剃头摊的架子上摘下一块白毛巾 又在旁边烧热水的铜盆里一进一捞 便静止往大汉这边跑来 他手脚麻利 这几下都没耽误功夫 手里的白毛巾一路滴着水冒着热气 王十二跑到大汉身前 左手从后边搂住大汉的腰 右手把滚烫的湿手筋 往大汉脸上一捂 连鼻子带嘴紧紧捂住 大汉给憋得大叫 使劲正 王十二死死搂着捂着 就是不肯放手 大汉肯定脏话连天 听上去却呜呜地晒猪嚎 只见大汉憋得红头胀脸 身子里边的气没法从鼻子和嘴巴出来 胸膛就鼓起来 愈鼓愈大 打得吓人 只听砰的一声 钉在墙缝里的泪茶子自己退了出来 王十二手一松 大汉的劲儿也松了 浑身一软 坐在地上 出了一声 老子活了 王十二说 赶紧送他乔大夫去接骨头吧 转身去把白手巾还给剃头匠 取回自己那出诊用的绿筹包 走了 好在骂事没有过 在场的人 全看得目瞪口呆 只一位老人看出门道 他说 王十二爷这法 是用这汉子自己身上的劲儿把泪条从墙缝里抽出来的 外人的劲儿是扭着自己的 自己的劲儿都是顺着自己的 这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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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思一下又说 可是除去他 谁还能想出这法子来呀 人想不到的只有神 所以天津人 所以天津人称他 神医 王十二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要看 要看还得看钱号票桩银楼金店 是多是少 顶要紧的是看金店 那些去银行钱号存钱的人未必付 真正的妇人是有钱花不了 钱太多了怎么办 存起来藏起来是傻瓜 想一想要给小偷偷了呢 家里着火烧了呢 手巢烂了呢 虫柱鼠咬了呢 市面不景气钱毛了呢 顶好的法子还是买金子 金子烂不了 啃不动 烧不坏 金子永远是金子 金子比钱值钱 买金子的人多 金店就多 天津卫金店多 所以天津卫富 可是开金店的 谁不想当头一号 彼此必有一争 于是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 群鹰打泪 各出奇招 北门里的义勇金店 先出高招 营大厅摆一个菜篮子大的 留金元宝 上面可六个历书大字 摸元宝 运气好 饮得人们不买金子 也要进门去摸一下 沾沾才气运气 做买买 要的就是人气 人多火爆 义勇出了名 可是天天不停地摸来摸去 就把上边挺薄的一层 流金摸掉了 露出里边的黄铜 铜一出来 就没人摸了 就像过时的名人 明儿来得快 去得也快 去了就不再来 那滋味 反不如没明儿 没多久 宫北的宝城金店出了一招 就来得十回 你到他店里买金条 他送你一副真金的眼镜架 这比摸元宝强 摸是空的 金眼镜架不空 金光闪闪架在脸上 挺气派 有身份 可是人家宝城金店的眼镜架 不是白送的 谁想要金眼镜架 谁就得买金条 真正得实惠的 还是人家金店老板 这叫买的不如卖的金 但这一招 很快被日租界的雾华楼学去 你送金眼镜架 我送大金牙 乌华楼金店还请来一位牙医 在柜台前给买金子的梅牙佬 香金牙 那时候香金牙时髦 有人为了来香金牙 先拔个牙 这种人愈来愈多也麻烦 乌华楼金店快成牙店了 店里边到处张嘴呲牙 等着拔牙香牙 甭说好看不好看 气味也不好闻哪 更有奇招的是 马家口的三亿金店 店铺设在租界里 老板脑子活 好新鲜事 常打洋人那里学些洋招 他看出洋人广告的厉害 花钱不多 能做到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便在租界找人画了一张时髦的广告纸 再找一位肚子里有墨水的先生 给他写了一段赛绕口令的广告词 存地存房子 不如存金子 哪儿金子存 三亿纯金子 再把这广告纸拿到复华石印局里印了三千张 然后叫伙计们用上十天功夫 打租界一直贴到北大关 跟着城里城外 河东水溪 宫南宫北 墙头门住 灯杆树干 车皮叫香 就像光绪二十六年 义和泉的接贴 贴满天津城 在哪儿都能瞧见 可是广告不能总贴 五天旧了 十天破了 半个月晒掉色了 一阵雨不像样了 一阵风刮跑了 这招还是没骑到家 天津有位说相声的 叫皮大嘴 单看模样就可乐 个子高又瘦 手小脚小脑瓜小 圆圆小脑袋 像杆子上挂的小灯笼 更怪的是嘴大 他脑袋小嘴大 远看只剩下一张嘴了 所以绰号皮大嘴 皮大嘴能说 死人能说活 张口就来 随处现挂 妙去横生 很早就在三不管一带 说单口相声出了名 能说的人都能编 凡是皮大嘴编的 说的故事都能口口相传 原本天津相声一行挺看好的 谁料他天天想发财 天津味财主多 他看得眼馋 开头他赚钱的法子是一边说相声 一边卖药糖 说一段相声 卖一会儿糖 嘴里嚼糖 耳朵听相声 两不耽误挺舒服 但用这法 他就赚不少钱 后来变了法子 说一段相声 卖一会儿从租界弄来的羊凳子 羊凳子不但新奇好玩 还松松软软 像个猪屁股 坐在凳子上听相声 舒服还有乐子 听完相声 就忍不住把羊凳子买走了 皮大嘴脑袋灵活 脑子欲灵的人欲好做买卖 逢到雨天卖羊伞 雨到晴天卖太阳帽 那时候只要是羊货就有人买 他手里渐渐也就有了钱 有了钱开饭店 饭店赚现钱 吃饭的人一半来吃 一半听他说 凭皮大嘴的嘴 加上他的脑袋 怎么干 怎么来钱 三年过后 他居然在东北角 干起一家金店 这时候 天津卫已经有九九八十一家金店 各家金店为了争头抢线 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他能一炮打响 皮大嘴在装黄店面时就使出了一招绝的 叫做满堂金 据说他这店从里到外全是金的 从门坝 门锁 门链 灯罩 拉手 栏杆 挂钩 算盘 笔杆 花盆 到茅厕里的水龙头 脸盆 连往里边拉屎撒尿的圆圆的羊便筒 全是金的 有人说 不是纯金 是硫金 和这些金光闪闪的东西 全都硫金 也够惊人 吓人的 皮大嘴给他的金店起的名字 就叫金满堂 金满堂 满堂金 金店没开门 一定是隔着大门吹号 鸣声在外 有人信 有人摇头不信 开张那天 门外挂灯玄彩 院子里摆雁 皮大嘴穿一身心 格外精神 还打租借请来洋乐队 洋谷洋号 折腾的热热闹闹 那圆圆的 亮晃晃的大洋号 叫得真人耳朵 宾客来得比请得多 人人都想看看 皮大嘴的金满堂 是假是真 结果出个笑话 古一街上 有一个绸缎庄的小老板 前去祝贺 心里头却是想摸摸 金满堂的虚实 到了金楼 里里外外一看 傻了 真是哪儿哪儿 全是金黄黄 照花了眼 也开了眼 中傻人吃饭时 凑到一些熟人堆里 一闹一喝 欲闹欲喝 喝得头晕脑胀 脸皮发烧 晃晃悠悠到毛侧里 朝着金马桶里 洒泡热尿 出门叫个娇皮车 拉他回家 回去进门倒下 死了一般 睡一大觉 直到转天 太阳晒屁股才睁开眼 他老婆问 昨儿个你见到金满堂了吗 是真的吗 小老板说 哎呀 一点儿不假呀 哪儿哪儿全是金子做的 那个羊马桶也是金子做的 我还往里边撒了一泡尿呢 他老婆说 你往金子里尿尿 我不信 小老板说 不信 你自个儿去看 去问 事后 他老婆还是疑惑 欲疑惑 欲不信 就拔腿跑到东北角的金满堂一看 门瓣 果真是金的 推门再看 到处金光照眼 他问店里的小伙计 我当家的说 你们店里毛侧的马桶也是金的 我说他唬我 他说 他还往里边撒了一大泡尿呢 这小伙计一听一正 瞪大眼看他半天 然后扭事跑去对老板皮大嘴说 掌柜的 昨天中赏 往洋乐队那个大洋号里尿尿的人 我知道是谁了 这事儿 谁听了都一阵大笑 这笑话传出去 不敬而走 口口相传 人人知道 人人说 这一说 不管是包是匾 全天津 没人不知道金满堂了 笑话 帮了皮大嘴的忙 可是 圈里的人都能听出 这笑话 是皮大嘴自己编的 这哪是笑话 纯粹是个相声段子 有铺垫 有包袱 出其不意 还逗乐 这便不得不佩服皮大嘴 编个段子 借众人的嘴 给自己扬了大名 肯定还得发财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二十二集 黄金纸 黄金纸这人 有能耐 可是 小肚鸡肠 容不得别人更强 你要比他强 他就想着法治你 而且 想尽法子 把你弄败弄死 这种人 在旁的地方 兴许能成 可到了天津 马头上 就得栽跟斗了 马头上 藏龙卧虎 能人如林 能人背后 有能人 再后边 还有更能的人 你知道 自己能碰上骂人 黄金纸 是白将军家 打南边 请来帮贤的青客 先不说黄金纸 先说白将军 白将军是武夫 官至少将 可是 官做大了 就能看出 官场的险恶 谢家之后 选中天津的租借 作为安身之处 阳楼里 有水有电 舒舒服服 又是阳人的天下 地方官府 管不到 可以平安无事 这便举家搬来 白将军手里钱多 却酒色赌 一样不沾 纸号一样 书画 那年头 人要有钱有事 就一准有人捧 你唱几嗓子戏 他们说你是余书言 你写几笔烂字 他们称你是画氏魁 甚至说 画氏魁未必如你 于是 白将军就扎进字画 退不出身来 惊人介绍 认识了一位岭南画家 黄金纸 黄金纸 大名没人问 人家盯着的是他的手指头 因为他作画 不用毛笔 用手指头 那时 天津人还没人用手指头画画 手指头像个肉棍 眉毛怎么画呀 人家照样 画山画水 画花画叶 画鸟画马 画人画脸 画眉画眼 画樱特小口 一点点 这种指头画 看画画 比看画 更好看 白将军 叫他在府中住了下来 做了有吃有喝 悠闲享福的清客 还赐给他一个绰号 叫金纸 这绰名令他得意 他姓黄 连起来就更中听 黄金纸 从此 你不叫他黄金纸 他不理你 一天 白将军说 听说 天津画画的 也有其人 黄金纸说 嗯 我听说 天津人画兽头 是脱下裤子 用屁股战婶做的 白将军 只当笑话而已 可是 码头上 耳朵连着嘴 嘴连着耳朵 三天内 这画传遍金门画坛 不久 有人就把画 带到白将军这边 说天津画家 要跟这位 使爪子画画的 黄金纸 会一会 白将军笑道 哈哈 一文会有啊 找一天 到我这里来画画 跟着派人邀请 金门画坛名家 一请 便知天津能人太多 还都端着架子 不那么好景 最后应邀的 只有二位 还都不是本人 一位是一宪赵的徒弟 前二爷 一位是自封 黄二南徒弟的 唐四爷 据说 黄二南先生 根本不认识他 前二爷的本事 是画中 必有一条 一丈二的长线 而且是一笔画出 均匀流畅 壮丝油丝 唐四爷的能耐 是不用毛笔 也不用手 做画 而是用舌头画 这功夫 是金门 黄二南先生 开创的 黄金纸一听 就傻了 再一想 头冒冷汗 人家一根线 一丈多长 自己的指头 绝干不成 舌头画 连听也没听过 只要画得好 指头算骂 正道干不成 只有想邪道 他先派人打听 这两位怎么画 使骂法 骂招 然后 再想出 诡秘的招数 叫他们 当众出丑 破掉他们 很快 他就摸清 前堂二人底细 针锋相对 想出奇招 又阴又损 一时必胜 黄金纸 真不是寻常之辈 白府 以文会友这天 好在作寿 请来好大一帮宾客 个个有头有脸 打听中央 放一张奇大画案 足有两丈长 文房四宝 渐渐讲究又值钱 待前堂二位到 先坐下来 饮茶 闲书一阵 便起身来到案前 准备作画 那阵势 好比打擂台 笔高低 分雌雄 绝生死 画案 已铺好一张 杖二匹的夹宣 这次画画 预备家伙材料的事 都由黄金纸 一手操办 看这阵势 明明白白 是想先叫前堂漏丑 自己在上场 一显身手 前二爷 一看杖二匹 就明白 是叫自己开笔 也不客气 走到案前 前二爷 人寿必长 先张开细白手掌 把纸从左到右 轻轻摸摸一遍 画他这种细线 就怕桌子不平 纸不平 哪儿不平整 心里要有数 这习惯 是黄金纸 没料到的 前二爷一摸 心里就咯噔一下 直到黄金纸 坐了手脚 补下陷阱 一丈多长的纸下 至少三处 放了石子 石子虽然有绿豆大小 笔墨一碰 就是一个疙瘩 必出败笔 他嘴没吭声 面无表情 却都记在心里 只是不叫黄金纸 知道他已摸出埋伏 前二爷这种长线 都是先在画纸的两端 各画一物 然后以线相连 比方这头画一个童子 那头画一个元宝车 中间再画一根拉车的绳线 便是童子送宝 这头画一个举着鱼杆的鱼翁 那头画一条出水的大红鲤鱼 中间画一根光溜溜的鱼线牵着 就是年年有余 今天 前二爷先使大笔在这头下角画了一个 扬手举着风车的孩童 那头上脚画一只飘飞的风筝 若是再画一条风中的长线 便是春风得意了 只见前二爷在笔筒中摘支长风阳豪 在宴台里尽足墨 长吸一口气 存在丹田 然后笔落纸上 先在孩童手里的风车上绕几圈 跟着吐出线条 线随笔走 笔随人走 人一步步从左向右 线条乘风而起 既画了风中的线 也画了线上的风 围看的人都屏住气 生怕扰了前二爷出神入化的线条 这纸下边的小石子在哪儿 也全在前二爷心里 前二爷并没叫手中 飘飘忽忽的线绕过去 而是每到纸下埋伏石子的地方 则再提气提笔 顺顺当当 不出半点磕半 不露一丝痕迹 只把手里这根细线 送到风筝上 才收住笔 换一口气说 献丑了 立即赢得满堂财 前二爷拱手谢客 却没忘了扭头对黄金纸说 待会儿 您使您那根金纸头 也给大伙画根线 怎样 黄金纸没答话 好似已经输了一半 只说 等着唐四爷画完 再说 再说 脸上 却隐隐透出点沙气来 他心里对弄垮 使舌头画画的唐四爷 更有根 黄金纸叫人 黄金纸叫人把前二爷的春风得意撤下 换上一张八尺声轩 舌画一意 天津无人不知 可租借里外边来的人 头次见到 胖胖的唐四爷 脸皮亮 脑门亮 眼睛更亮 他把小半碗淡末像喝汤喝进嘴里 伸出红红舌头一舔艳心的浓墨 扶下身子 整张脸快贴在纸上 土舌一舔纸面 一个圆圆梅花瓣留在纸上 有浓有淡 鲜活滋润 舔五下 一朵小梅花绽放于纸上 只见他 小红舌尖一闪一闪 朵朵梅花在纸上到处开放 甭说这些看客 就是黄金纸也呆了 白将军禁不住叫出声 神了 这俩子叫黄金纸差点头掘过去 他只盼自己的绝招快快显灵 唐四爷画得来劲 可愈画愈觉得墨汁里的味道不对 正想着 又觉得味道不在嘴里 在鼻子里 画舌画 弯腰扶胸 口中含末 吸气全靠鼻子 时间一长 喘气就欲得用力 他嗅出这气味 是胡椒味 他眼睛又离着止近 已经看见纸上 有些白色的墨墨 白胡椒面 他马上明白 有人算计他 赶紧把嘴里含的墨水 吞进肚里 刚一直伸 鼻子眼里起痒 塞一堆小虫子在爬 心想不好 想忍已经忍不住了 跟着一个喷嚏打出来 刹时间喷出不少墨点子 画的落了下来 糟蹋了一张纸 一幅画 眼瞧着 这是一场败局和闹剧 黄金纸心里开花了 众人惊呆 可是只有唐四爷一人 若无其事 他端起一碗清水 把嘴里的墨树干净吐了 再饮一口清水 像雾一样喷出口中 细细淋在纸上 跟着满纸的墨点 渐渐变浅 慢慢阴开 好在满纸的花 一点点张开 唐四爷又在笛中 慢慢调了一些 半浓半淡的墨 伸舌占墨 伏下腰脊 扭动上身 移动下身 在纸上画出纵横穿叉 错落有致的枝干 一株繁花满树的老梅 月染纸上 众人叫好一片 更妙的是 唐四爷最后提在画上的诗 借用的正是元代王勉那首梅花诗 吴家喜宴 池头树 朵朵花开 但莫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亲戚 满乾坤 白将军欣喜若狂说 唐四爷 刚才您这喷嚏吓死我了 没想到这张画 就是用喷嚏打出来的 唐四爷微笑道 这喷嚏在舌画中 就是泼墨 白将军听过泼墨这词 连连称绝 扭头 再找黄金纸 早没人了 从此 白府里再见不到黄金纸 却换了二位顷客 就是这 一瘦一胖 一高一矮 前堂二位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有人吃就有人做 有人买就有人卖 于是 金晶两地 冒出了不少能人干这事 一是想出烦来 把各种草药弄进堂里 各色各味 好看好吃的药堂 愈来愈多 一是在麦上边 享尽花活 或用说功唱功 或是江湖杂役 为的是 招人 迎人 取悦于人 叫人高高兴兴掏钱 把药堂撂到嘴里 天津人和北京人不同 卖药堂的法也不同 北京是官场 人们心里边全是大大小小的官 喜欢官场的事事非非 故此在天桥卖药堂的大兵皇 最招人的一手是骂官 站在那儿破口大骂 从段祺瑞到张勋 再到袁世凯 哪个官大骂哪个 别人不敢骂的 他敢骂 他的堂自然卖得好 天津是市井 百姓心里边就是生活 吃喝玩乐 好吃好喝好玩 和有乐子的事都喜欢 还爱看绝活 这卖药堂的本事 就五花八门了 有说段子的 有说快板的 有变戏法的 有现眼武功杂耍 车技打蛋公子的 连吆喝起来 都有腔有调 一套一套 古楼前 有个卖药堂的 叫鱼六 薄底线人 脑瓜好使 两只手特别能干 他和别人不一样 他的功夫 不在卖上 都在堂里边 他在家门口 摆摊卖药堂 不说不唱不吆喝 就在一个桌上 摆几排长长的 带木框的玻璃盒子 中间隔开 每隔里边一种糖 上边是香玻璃的盒盖 隔着透明的盒盖 看得见各色的药堂 你买哪样 他就掀开哪个盒盖 使镊子夹出几块 放进纸兜给你 没有花样 不会哄人高兴 可是 它的糖好 色艳 味厚 有模有样 味道各异 不单有各种药材 如 茶糕丹桂 鲜姜 红花 玫瑰 豆蔻 橘皮 沙仁 莲子 辣杏仁 薄荷 还把好吃的水果 也掺和进去 比方 鸭梨 桃子 李子 柿子 琵琶 香蕉 樱桃 酸梅 酸枣 西瓜 等等 可是 做买卖 单靠真材 实料 不行 还得会卖 虽说 它的药堂 样最多 最全 总共四十八样 可是 只摆在自家门口 这城里城外 能有几个人知道 一提天津卫 卖药堂的 第一 王宝山 第二 李傻子 第三 莲华青 一直往下数到 大姑口 也瞧不见 鱼六的影子 它的一个街坊 刘二爷 是位老道的人 读过书 没当过官 做买卖赚点钱 早早收手 在家坐享 幸福 一天碰到 虞六便说 你会坐堂 却不会卖堂 你不能总守 在家门口摆摊啊 虞六说 哎 我也想走街串巷 可我嘴笨 说说唱唱 全不会 也没别的功夫 招人喜欢呢 刘二爷说 人家有的 你未必再有 学人家 就不是绝活了 你不是本地人 不知道 天津人 认绝活 服绝活 虞六说 可这绝活 哪儿找去呀 刘二爷说 没处找 绝活 一是琢磨出来的 二是练出来的 那咋学咋练呢 虞六还没全明白 刘二爷笑道 要我说呀 琢磨 你就得琢磨 使骂新鲜玩意儿 把你这四十八样 晾出来 练 你就得琢磨 使骂法子 招人来买 比方 你能不能不使镊子 天津卫 卖药堂的手里 全捏着这么个东西 虞六 不是木头疙瘩 这两句话 点石成金 没多久 虞六把刘二爷 请到家喝杯茶 吃几块药糖 然后领刘二爷 到后院一看 刘二爷立马眼前一亮 院中间放一个条 一根扁单 两个桶柜 柜子上 是一圈放药糖的小方盒 每个盒里一种糖 盒上边有个盖 带荷叶可以掀 这一圈小盒总共二十四个 两个桶柜正好四十八样 桶柜的岛尺前所未见 提梁上边各雕一个龙头 龙面相向 瞪眼呲牙 横梁正中一个正亮的金珠 这叫二龙系珠 龙头上还伸出两根弹簧 拴着红绒球 为的是挑起来一走 绒球就跟着脚步一跌一跌 不知虞六从哪请来一位好七公 把桶柜漆得油黑正亮 上边是金漆写着 瑜伽药堂四十八样八个大字 每个糖盒的玻璃盖上 还全用红漆写上糖名 玻璃盖下的药堂五颜六色 这样的药堂柜在街上一晃 保管全镇 刘二爷看得高兴 夸赞道 嘿 好在从宫里挑出来的 跟着 虞六演了一首卖堂把式 他左手拿个纸洞 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 捏个小铜勺 他可真不用镊子了 上去绕着两个桶柜 各转一圈 顺手用右手的无名纸 一条盒盖 小铜勺就从盒里 咬出一块糖到纸兜里 挑盖马里无比 咬要糖灵巧之极 比得上便细法的 快手流的小碗扣球 但看着卖法 不吃糖 花点钱也值了 刘二爷从中看得出 虞六的用心与练功之苦 高兴地说 行了 你可以出山了 四十八样 要成名了 第二天 虞六挑着挑子 走出家门 城里城外 河东水溪 攻南攻北 九个租界一转 历时鸣满金门 他还置了一身好行头 青裤白挂 造鞋镜袜 他挑着这对 天下独有的花筒 一走一颤 行在街头 还有洋人 拿照相盒子 给他照相呢 可虞六没神奇多久 就听说 河东出现一个 单挑卖药堂的 也用两个龙头七筒 也叫四十八样 这一来 他的四十八样 可就算不上独门绝技了 但心里发急 去找刘二爷请教 刘二爷说 你不学人 可挡不住别人学你 你得叫人 想学学不去 那才叫绝活 三个月后 鱼六亮出一个新拔式 叫走八字 原先他从柜筒取糖时 右手拿勺 人总往李怀转 不好看 现在他改成走八字 从一个筒左面绕过去 再从另一个筒右面绕回来 筒和人位置一变 两只手的家伙跟手就换 就像皇会里茶锤子的换肩 这一改 走八字 两手换活 把式出了花样 别忘了 还能吃到他鱼六四十八样 色鲜味正的药糖呢 这点钱 谁不想花 可不久 听说又有人 开始练着走八字的把式了 鱼六憋了几个晚上 再想出一招 就在每个筒中间 加几个糖盒 里边全是半块的糖 他想在四十八样外 再奉送半块 这半块由买主自选 人家要哪样 他就上去一掀一咬 取出哪样 他拿着这个新主意 去请教刘二爷 刘二爷听了笑哈哈 说道 你这法子 早晚还得给人学去 我送你一个法子吧 说完 给他用纸写了几句词 递给鱼六说 你也不用唱 只要背下来 走着八字的时候 把它踩着点念出来 就行了 鱼六一看 是六句 天津药堂 家家好 四十八样 数第一 一色一味 块块香 再饶半块 随您意 鱼家能耐 不传女 谁我儿子 谁学意 鱼六不是天津人 不懂天津人 这几句嘎话里 有打趣斗笑 也暗含着骂人 挺厉害 他心里有点疑惑 刘二爷看了出来 说 放心去用 不会再有人敢招你了 鱼六说 鱼六说 您开头就帮我 已经多回了 这次成了 我管您一辈子要糖 第二天 鱼六卖堂走八字时 便把刘二爷这六句念一遍 一回声 二回熟 熟能生巧 渐渐跟上布点 走起来挺好看 向徐策跑城 摆堂的人 围观的人 听了都笑 有人说 听你这几句 谁再敢投意 谁就是你儿子了 航官的人都跟着笑 鱼六才明白 这一招把他的绝活 立住了 更明白天津人 说话的妙处 既厉害又幽默 既幽默又厉害 但厉害不受听 但幽默不给劲 自今以后 果然再没有人学他 他感激刘二爷 天天给刘二爷送糖 一天六块 一天换一样 八天一轮 正好四十八样 多少年来 一直送下去 鱼六有七五子 他的手艺绝活 后继无人 可到他死后 刘二爷还活着 人说 刘二爷长寿 就是因为常年 吃鱼六的药糖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二十四集 马二 真的不难 以假乱真 才难 比方人家马连良 张嘴一唱 当然就是马连良唱 难吗 可要是你唱 让人听了 说是马连良在唱 那就难死了 所以天津人最服的是 以假乱真 称呼这种人是 不提以假 只夸他乱真 乱真 是种大能 民国年间 天津老城这边 出了位能乱真的 能人 叫马二 马二的爹 是赶脚行出身 在运河边 有自己的水路码头 脚夫上百号 有了钱 便折腾难货 赚了钱 发了财 这便在老城租界两边 都买了宅子 开了铺子 上上下下 都有人卖 可是 天津卫 脑袋一个比一个大 后戳 一个比一个硬 若是不小心 得罪了更厉害的人 一定会遭人算计 弄得家败 马二他爹 就是从这个坡上 栽下来的 这就不多说了 只说马二 马二 打小娇生惯养 任马二能耐没有 可是 破家值万贯 用不着去做苦力 整天闲玩闲逛 出酒馆 进茶馆 游手好闲 人没大聪明 但有小聪明 最大的本事 是学谁向谁 从市长 要人 商骨名流 至少七八位 都给马二学的 活灵活现 尤其在配上 这些名人 要人 一两个段子 一走一站 一笑 一招手 一呲牙 学谁向谁 学谁 是谁 能够乱真 乱真这玩意儿 是种笑料 乱到庙处 保你笑得 下气 接不到上气来 比长连安 还逗乐 马二学得最像的人 是租界那边 一位管教育的官员 管四爷 马二和管四爷 除去脸蛋 刷白有点像 别的都不像 管四爷 是位正经八板的 政府要员 马二 游手好闲 管四爷 出门有车 马二离不开 自己的两条腿 管四爷 由头粉面 马二 灰头土脸 管四爷 格格正正 一身制服 马二从来没扣齐过 挂子上的扣子 管四爷咳嗽的时候 拿西洋手绢捂嘴 马二咳嗽的时候 往地上吐年痰 可是 别看这样 他要学起管四爷 乱真 马二常往租界去 管四爷是出头露面的人 见他不难 老城这边的一般人 不常去租近 至少一半人 没见过管四爷 不管他学得像几成 只觉得他学得好玩罢了 可是 一次管四爷 来到城北边的总商会 做文明讲演 不少人跑去看 大吃一惊 马二 绝了 事后再看马二一学 更吃一惊 马二 真是太绝了 从此 马二扬名老成 人们见他 干脆就戏称他 管四爷 马二聪明 他知道 要人名人都不好惹 不管人怎么称呼他 他却从来不说自己 是管四爷 这一来 在天津市面上 他也算一号 到哪儿都受欢迎 都爱看他乱真的能耐 天津市商部 事事都能找出机会 找到好处 自打马二乱真成名 时不时有人请他吃餐赴宴 有的人根本不认得管四爷 请他去就是为了逗逗乐 给饭局助兴 他也不在乎 反正白吃白喝 省钱就是赚钱 这一来 连人家娶媳妇 儿子白日宴 老人做寿 和买卖开张 也给他送帖子了 天津不大 老城这边马二的事 渐渐就传到租界那边 管四爷的耳朵里 管四爷不是凡辈 表面不作声 暗中派随从割石头 到老城这边来刺探虚实 摸摸马二这个人 是否真能把自己 学成另一个自己 葛石头运气不错 到了老城 就赶上一个机会 古一街上的太平笔庄 成立一甲子 在大胡同的状元楼 设宴庆贺 据说请了马二 葛石头找人弄到一个席位 那天到了状元楼 很快就从人群里认出马二 乍一看 这马二的脸 真有点像管四爷 但除去这点 就哪儿也不像 管四爷 骂派头 这家伙 骂样 我在一条狗 可是 宴会开了不久 有人喊了一声 请咱管四爷 讲两句 众人齐声呼号 马二从那边桌子前一站起来 可就再换了个人 虽然还是那身形头 但那股子劲变了 只见他 左手往后腰上一撑 管四爷 管四爷讲话时 就一准这么单手撑腰 同时 小肚子往前一鼓 一挺 管四爷撑腰时 肚子就这么一鼓 一挺 还没说话 就赢得满堂财 有人叫道 管四爷附提了 绝了 马二诚信说 今儿 太平笔庄 甲子大庆 诸位爷 给咱朱老板面子 大家 也是难得一句 大家 自管吃喝痛快 钱 寄在我局里的账上 割石头 傻了 听这两句话的声音和腔调 就像管四爷在那边说话呢 再巧 马二正举杯说 干了 举手时 胳膊伸得笔直 晒根杆子 管四爷就这么举杯 割石头在这边 瞪圆眼珠子看 马二那边 连吃带喝 说说笑笑 举手投足 活活一个管四爷 引得铜桌和林桌 重宾客 阵阵大笑 割石头 非但瞧不出破绽 反倒觉得 他愈来愈入画境 到了后来 马二有点醉了 连摇身晃脑都像 已经难瞧出 是在学管四爷了 就像每次教育局请客 管四爷坐在那边 吃吃喝喝的样子 可是 割石头 却看出他 一边乱针 一边没忘了吃喝 桌上的鸡腿 鱼肚 虾腰肉块 叫他摘着脸着 撂在嘴里 吞在肚里 心想 这小子 一边用管四爷的名 白吃白喝 一边拿着管四爷 开涮 给大伙找乐 真是太损 太缺了 正热闹着 马二起身弯腰 使筷子 去家远处碟子里一块 肥嘟嘟的大海参石 没料到 要一用劲 放个响屁 这屁 真响 真丑啊 坐在他身边的 一位历石说 死爷的屁 扣石盆子了 大伙大笑 马二用管四爷的声调说 不臭叫屁 大伙又大笑 一直笑到席散 葛石头回到租界那边 把自己耳闻眼见 照实禀告管四爷 然后说 咱拿的还真没办法 马二嘴里 从来没说过 他是在学您 说您名字的 都是别人 葛石头 原以为管四爷会大发雷霆 谁料 管四爷 骂话没说 只是一笑 没过几天 老城这边 就传出一个说法 人家管四爷 是租界里有身份的文明人 从来不会当着人放屁 马二学管四爷 学得再像 也不该有放屁这段 马二是小混混 没见识 这下子彻底穿帮了 还有一句比广告还厉害的话 一个屁 崩飞了马二的饭碗子 商场里 没有比传言更管事的 码头的人又爱说笑话 爱找乐子 从此 各种饭局 没人再请马二 反倒拿马二放屁的事 当作饭桌上的笑料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25集 冷脸 南门外 有位铁匠 四十多岁 怪人 他从来不笑 脸总阴着 外号 冷脸 他不是脾气怪 才没笑脸 他打小就没笑过 无论骂事 人都笑了 甚至捧腹大笑 笑破肚子 他也不笑 他那张脸 就像用铁皮 敲出来的盘子 又黑又硬 在个铁面人 冷脸是打宝定斩来的 在天津 至少待了二十年 人有点倔 性子闷 不好结交 没人知道他的事 后来 不知打哪 传出一段 他不会笑的根油 说他爹是钉马掌的 他四五岁的时候 站在一边 看他爹钉马掌 那马忽然泛起性子 一撂掘子 后蹄子 踢在他脑袋上 他挺在床板上 不动劲 不睁眼 滴水不进 大夫来一号卖 说没命了 顶多三天 阎王爷就把他领走 可三天后 他没走 还有气 七天过后 居然睁开眼 醒过来 翻身下地 走路说话 吃喝拉撒 一切照旧 就少一样 不会笑 人说 他的笑脸 给阎王爷留下了 这说法 听起来像那么回事 对不对 没人敢去和他核对 他刚来天津那年 几个小子 不信他绝不会笑 一天摸呵 一起上去 把他按在地上 一起隔着他 想叫他笑 可怎么隔着他 也不笑 直到将他隔着的 上边流泪 下边尿尿 大喊求饶 可还是不笑 这几个小子 住了手 认定这家伙到死 也绝不会笑 不会笑 是怪人 怪人 还有更怪的事 就是 好听相声 怪不怪事 听相声 就为了笑 他不笑 听相声 为了骂 恋笑吗 谁也弄不明白 冷脸 不赌 不嫖 不贪 不贪悲 干完活 有点清闲 就钻进 说相声的园子 找个凳子一坐 听几段 园子里的人 都认识他那张 半死不活的冷脸 这张脸 好像专和 说相声的找别扭 说相声 就怕人不乐 你不乐 等于人家的包袱 不嗝 活使得不绝 栽人家面子 在天津卫 谁要和说相声的 做了对 就找几个人 坐在园子里 死活不乐 诚心枪活 这一来 冷脸 可就跟说相声的 叫上劲了 天津 说相声的 高手如连 开头 一个个跑到 南门外来 看谁能把 冷脸逗乐了 结果个个 丢盔气甲 掉头回去 于是 南门外 有句邂逅语 说相声逗冷脸 自找别扭 可只有冷脸 自己 不知道这句话 北京 挨着天津 这怪人怪事 传到北京的 相声圈子 北京有不少高手 不信世上还有一个斗不乐的人 就来了一斗梗 一捧梗的两位 这两位 早先在厂店天桥一带 扬名立腕 先甭说 说学斗唱的功夫 都是超一流 单凭长相 就不一般 斗梗的 又高又瘦 像个瘦猴 人 偏姓猴 捧梗的 又矮又肥 像个胖猫 人 偏姓毛 江湖 江湖给他俩一个绰号 叫毛猴 北京不是还有种 拿禅退做的那种 人见人爱的小玩意儿 毛猴吗 这外号 就在北京叫的山响 毛猴来到天津 在南门外的喜福来开说 头一天 台下就坐满了人 冷脸听到信也来了 不少人都知道 毛猴是冲冷脸来的 只有冷脸自己完全不知道 可他在台下一坐 正式就白开了 毛猴上来 在台上一站 一高一矮 一瘦一肥 一惊一傻 就惹得哄堂大笑 毛猴他俩往下一看 心里咯噔一下 满屋子 七八十张热烘烘的笑脸里 有张脸 晒铁板 又黑又硬 又阴冷 甭打听 这就是那个冷脸 他俩想 今儿是不是真遇到克星了 可是 毛猴是二十年老江湖 骂都见过 先不管着脸 轻轻快快 有说有笑之间 啪的甩一个包袱 甩着意外 漂亮 逗嗝 人全笑 唯独冷脸不笑 毛猴目光都扫进了 相互递个眼神 表面不当事 接着说笑 不经意中 又是一个包袱 这包袱又巧又妙又绝 看出了老道 引得大家大笑 可冷脸还是没笑 毛猴见了 还不当事 接着再来 下边的包袱 是毛猴拿手的 听一百次 得笑一百次 毛猴一使 全场爆笑 笑声要先去屋顶 毛猴再看 冷脸居然 晒个睁着眼的死人 毛猴觉得不好 直到今儿弄不好 要栽在天津位 心里没根 接下去就有什么 算什么了 老段子 新段子 文段子 昏段子 加上不停的现挂 直说的脑门流汗 嗓子冒烟 冷脸 还是那张冷脸 最后 那捧根的兽猴 索性对着冷脸 抖一个 砸锅卖铁丝的包袱 说 这位爷 您要是再不笑 我俩可真要脱裤子了 全场又一阵大笑 冷脸忽然站起身 板着面孔 拱拱全说 您二位说得真棒 谢谢了 我退了 话说完 起身 离坐 走了 到了 也没露出个笑脸 毛猴两个 站在那儿下不了台 这 算栽到家 只好搭了脑袋 回北京 自打毛猴走后 没人 再敢 再往南门外 说相声 人们把冷脸 欲说欲神 好像冷脸 是天生的相声杀手 可奇怪的是 打那天起 不单南门的相声园子 全天津的相声园子里 没人再见过冷脸 有人说 有人说他远走高飞了 可有人说他哪儿也没去 还在南门外打铁 只是绝不再听相声 这事儿就废琢磨了 那天他要是真夸毛猴的相声棒 干嘛不笑呢 他要是真的不会笑 干嘛非来听相声 他要是真的爱听相声 干嘛从那天起 与相声一刀两断了 这几句问话 没人答得上来 当时答不上来 今天更是答不上来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二十六集 一阵风 三岔河口那边那块地 各种吃的穿的用的玩的 应有尽有 无奇不有 码头上的东西 一半是本地的特产 一半是南来北往的船 烧来的新鲜货 外来的玩意儿 招引当地人 本地的土产 招引外来客 于是 走江湖 卖艺的都跑到这儿 来赚钱吃饭 吃饭赚钱 可是 要想在这儿立足 就不易了 谁知道 骂时候 忽然站出一位 能人 高人 奇人 把你一脚 踢一个跟斗 民国元年 一位打山东来的交手 无敌手 鸽子大 赛面强 肩后似牛臀 比粗如大腿 光头圆脸 冒红光 浑身的肌肉一使劲 好比上上下下 到处肉球 再动两下 肉球满身乱滚 这小子 拿手的本事 是摔跤时 两手往对手肩上一搭 就紧紧抓住 腰一给劲 就把对手端起来 你俩脚离地 使不上劲 他胳膊长 你踢不上他 你有再好的教法 也用不上 他呢 端着你 一动不动 你再沉 再重 也没他劲儿大 等你折腾够了 他把你往地上一扔 就在给他玩够的 小猫小狗 扔在一边 据说他这手 是从小练的一个怪招 端钢 他爹是烧瓦钢的 开头叫他端小钢 天天端着钢在院里转 等他端钢再端鸡笼子 便换大一号的钢 愈换愈大 直到端起荷花钢 再端木桶 再往里边加水 每十天加一瓢水 等到他端着一缸水 在院里如闲逛 这门天下罕见的功夫 就练成了 天津的好交手挺多 可是没人想出能治他的烦来 别以为这端钢的山东小子 能在三叉河口站住脚 一天 打河北苍州来一位凶悍的汉子 这汉子是练铁纱掌的 人挺黑 穿一件下部挂子 更显黑 乱糟糟连并大胡子 目光凶狠 一看就知不是擅茬 这人过去谁也没见过 他在山东小子面前一站 骂话没说 把下部挂子拖下往后一扔 露出一身肉赛紫瞳 黑红黑红亮得出奇 肉怎么能这么亮 可是端钢的山东小子 没把它当回事 出手往他肩上一搭 跟手一抓 怪事出来了 居然没抓住 再一抓 还是没抓住 这黑汉子肩上的肉 滑不吃溜 晒琉璃瓦 山东小子没遇到过 这种肩膀 这种肉 刷刷刷连抓三下 竟晒抓鱼 他胡觉不好 原来这黑汉子半个身子 涂了挺厚的一层油 怪不得这么亮 这么滑 可是抓不住对方的尖 端不起来 他的功夫就用不上了 就在他一惊一症之间 这汉子双掌急出 快如闪电 激在了他的当胸 他还没明白过来 只觉胸膛一热 已经坐在五尺开外的地上 耳听围观的人 一片叫好 从这天起 三叉河口这块地 这苍州来的黑汉子是爹 每天都有人不服上来叫 个个叫这黑汉子打得像挨揍的儿子 这汉子双掌又快又重 能瘦他一掌的 只带高人 没想到半个月后 就有一位怪人 站在他对面 这人赛个文人 轻瘦小老头 穿件光溜溜淡青色绸袍 一身清气栗子那 眼角嘴角戴着笑 没等黑汉子开口 他叫身边一个小伙子 帮他脱去外边的长袍 跟着再把这长袍穿上 可在穿上长袍时 他就把两条胳膊套在袍子里边 只叫两条长长的袖子 空空垂在肩膀两边 像两根布条 黑汉子说 你这叫怎么一个打法 小老头淡淡一笑 说 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绝不用手打你 这口气透着傲气 黑汉子说 真不用手 那么咱说好了 不是我不叫你用手 我可就不客气了 小老头说 有本事就来吧 黑汉子说句 承让 上去呼呼几掌 每掌 只要扫上 都叫小老头勾腔 可是 黑汉子 居然一掌 也没打上 全叫小老头 躲闪过去 黑汉子 运气 实力 加快出掌 可是 他出手愉快 小老头 躲闪欲灵 一个 上 攻 下 击 一个 闪 转 腾挪 围观的人 看得出 小老头 躲闪的 本领 更高 尤其是 那翻转 那腾跳 那牛柏 比戏台上 跳舞的 花旦 好看 黑汉子 打了半天 好像凭空 出掌 拳掌 这东西 打上了 带进 打不上 谢进 一会儿 黑汉子 就累得 呼呼喘了 尤其小老头的 空袖子 随身飞舞 在黑汉子的眼里 哗哗的 哗哗的 渐渐觉得 好在和好几个 小老头在打 直到打得他 气短力竭 浑身冒汗 才助手 说了一句 我服您了 小老头 依旧刚才那样 垂着两条空袖 笑隐隐 气定神贤的 站在那里 他一招没使 没动手 就把黑汉子制服了 这小老头是谁 从哪来 谁也不知 但是打这一天起 三叉合口 又改名唤姓 小老头 称雄 有人不服 上来较量 小老头 还是不出手 就凭着 闪转腾挪 和两条飞舞的 空袖子 叫对手 有劲没处使 自己把自己 泪趴下 看来 小老头 要在这块地 立一阵子 没过十天 又一位高人 冒出来了 谁也没留神 这些天 这位高人 一直扎在人群里 欣赏着小老头 动口不动手的绝技 琢磨其中的诀窍 也找破绽 这人 年轻见朗 穿件白布对筋挂 黑布裤 挽着裤腿 露出的腿肚子 像块硬邦邦的圆石头 这种装束的人 在三叉河口一带 随处可见 船夫 他们石蒋称舵 扯揽阳帆 练达又敏捷 逢到黑风白浪 几下就爬到桅杆顶尖 比猴子还快 可是 要想和练武的人 尤其小老头 较量较量 胜负就难说了 看 就看谁比谁绝 这船夫一上来 双手拱一拱拳 就开打 小老头照例 闪转腾挪 叫船夫 粘不上自己的边 小老头 这双空袖子 绝得是 舞起来叫人眼花缭乱 不知该对他往哪儿 出拳使掌 袖子是空的 打伤也没用 可是 谁料这船夫要的 正是这双 长袖子 他呼的 伸手抓住 左边的衣袖 一阵风死的 绕到小老头身后 再抓住 右边的衣袖 飞快地 跑到小老头身后 把两条袖子 结个扣 这扣是活扣 懂眼的人一看便知 这是寄船的绳扣 别看是活扣 欲使劲正 扣欲死 戴着袖子 在绳子扎得死死的 小老头可就跟棍子一样 戳在地上 船夫上去 一步蹬上小老头 两脚站在小老头双肩上 小老头看出不妙 摇尖晃绑 想把船夫甩下来 可是 船夫任他左晃右晃 笑嘻嘻 脚盘着手臂 稳稳地一动不动 船夫整天在大风大浪的船板上 最不怕摇晃 一直等到小老头 没劲儿再晃 站老实了 才跳下来 伸手两下给小老头解开衣袖 转身便走 从此 小老头人影不见 船夫也不见再来 这船夫姓慎名水 哪门哪派 家在何方呢 渐渐有了传闻 说这人家在北塘 没人知道他练过功夫 只说他是个好船夫 在白河里来来往往二十年 水性好 伸手快 绰号 一阵风 有人说前些天在大植姑那边碰见过他 问他被骂不在三叉河口地上画个圈 闲闲闲伸身手 多弄点钱 一阵风说 天津这码头太大 藏龙卧虎 站在那儿 不如站在船上 更踏实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27集 张国老 好好的一套老东西 失去一件 不成套了 这不成套的东西 叫做 诗群 诗群 原本是令人惋惜 又没辙的事 诗群东西的价钱 本应大打折扣 到了天津卫的古玩行 反倒能拿他赚钱 怎么 不信 今儿天好 索七来到顾一街 逛一逛他最喜欢的 仪宝轩古玩店 他运气不错 隔着临街的玻璃窗 一眼就瞧见里边木架 立着一排五彩瓷人 他玩瓷器 绝对到家 那一排瓷人 在他眼前一过 立时看出 是家庆官窑 五彩八心人 进门就静止 朝着东西奔去 走近一看 果然极好 气色正 包将好 人物有姿有态 神情各异 个头又大 个个尽一尺高 难得的是 没一点残缺 瓷人 最易伤残的是手指 这几个瓷人 没一根手指断尖 那股子复理劲 沉静劲 滋润劲 讲究劲 就甭提了 大开门的家庆官窑 可是再盯一眼 问题就出来了 八仙人 是八位啊 这怎么是六位呢 他细看一下 这站着的是 汉中梨 铁拐梨 曹国舅 吕洞宾 何仙姑 蓝彩和 还缺着 吹笛子的寒香子 和稻鳍驴的张国老啊 没等他找老板问 只听声音就在耳边 您别看东西诗群 价钱也失群了呢 再瞧 掌柜新居人 就笑嘻嘻地站在他身边 新掌柜 个子矮 嘴唇上面长几根花白的鼠须 仰头对他笑着脸说 这套家境官窑八仙 要是整套的 品相这么好 还不得八根条子 一根条子一个人 现在您只出这个价 他用手比划个四 笑着说 一半价 您就抱走了 这点钱您到哪儿买家 实话告诉你 您索七也走运了 您索七也走运了 人家等着用钱 古董是死的 卖古董的能把它说活了 这是谁家的东西呀 索七问 瞧您问的 看我们这行能说东西是谁的吗 不过这家可不一般 天津卫无人不知 只是我不能连名带信地告诉给您 再说 东西这么好 您管它是谁家的干吗 索七 仔细再看看这六个词人 真是没挑啊 词人是手工活 每个词人都捏得好 画得好 烧得好 太难得 可要是整套齐犬 画十根条子 他也会狠下心来买 现在 失了裙 差大事了 新掌柜好在明白他想的事吗 对他说 家庆成套的东西 哪有不失裙的 您要摆在家里 别像我这样全都摆出来 您可以单摆一两个 单摆显得珍贵 隔一阵再换换 更新鲜 索七动了心 做买买的 比当大夫的还会察言观色 新掌柜说 老实跟您说 您要错过了 甭想再碰上 这东西 这东西今儿一早才摆出来 就叫您迎头撞上 东西好 又这么贱 说不定下赏就叫人抱走了 于是 打这天起 索七几乎天天逛古玩店 天津卫是商部 来天津做生意的有钱人多 洋人也多 自然少不了古玩店 从租借马家口到老城内外 大大小小总有几十家 索七每五天就把所有古玩铺子都跑一圈 索七这种人 天津卫挺多 祖上有钱 本人无能 吃喝之外 雅浩古玩 天天在城中转悠 一个月后 索七又转到顾一街的乙宝轩 这个月已经来三次了 次次落空 这次不一样 他又是隔着玻璃窗 一眼看到古玩家 站着一个瓷人 同时还看到新掌柜 朝他弯着眼 笑嘻嘻招手呢 他急忙跨进去 新掌柜赶忙迎上来 便说 我说上天不负有心人吗 您看 这东西可是自己找您来的 索七定睛一瞧 没错 家境观摇五彩瓷人 和他那六个瓷人是一套的 双手直笛横吹的寒香紫 按笛孔的十根手指 根根都有姿有态 小脸斜钮 红唇上翘 神情一入笛声之中 这瓷人做的似乎比那六个瓷人还好 这就要掏钱买 新掌柜却说 您先别急 价钱咱还没说呢 上回叫您买到便宜了 这回不行了 开口就要两根条子 索七说 怎么这一个顶着三个的价 新掌柜说 您别还价 就这价钱 顶多三天准出手 丹麦丹说 按品项说价钱 您自己平心说 您手里那六个瓷人虽然都好 可都没法和这个比 这套八仙 这个最好 极品 俩人争了半天 最后新掌柜搭上一个贷款的宣德卢 要了两根条子 才把这寒箱子给了索七 索七问他 这东西是不是还是上次那家的货 新掌柜说 谁还会分两次拿出来卖呀 这件寒箱子 是庚子闹义和团 八国联军屠城后 人家在护城河边地摊上买的 人家可爱这件东西了 等着用钱才拿出来卖 再告诉您吧 这东西刚上架 已经有两位想要 我没卖 就等着您来 我不想再叫这套词人尸群 尸了群 再想合群 只有等下辈子了 索七说 还差一个张国老 您还得给我留神呢 新掌柜听了 露出笑容说 那您可得天天烧高香 古玩行里还没遇见过这种事呢 索七把寒箱子拿回家 和先前那几位神仙排成一排 别提多美了 也别提多别扭了 没这寒箱子 只当是几个诗群的古董 有了寒箱子 反觉的是一堆残品 索七的一位朋友说 八仙是八卦五行之像 缺一不可 索七就像着了魔子的 满城寻找张国老 三天去一趟北城外 顾一街的仪宝轩 回回落空 急得他 恨不得买条驴 自己坐上去 一天后傻回家 打西北城角 走进太平街 天天回家 就走这条道 看见街口一边 围着十来个人 兴致勃勃看着什么 他过去 往人中间伸脑的一瞧 有个人手里拿点东西在卖 再瞧 眼睛瞪时花了 再定住神瞧 竟然就是他想掉了魂的那个词人 张国老 没错 不用细瞧 就是自己那套八仙词人 那个张国老 这是老天爷派人送到他手上来的吗 再瞧瞧卖东西这人 五十来岁 模样 赛个小生意人 穿得不错 但脸上 透着穷气 索七问道 你是打哪儿来的 没料到 头一句话 就把对方问火了 你是买东西还是买人 你想说我是头来的 索七赶紧解释 欲解释 对方欲冒火 后来干脆从腰里掏出块布 把张国老一裹 夹在嘎吱窝里就要走 不肯卖了 索七赶紧拦住他 说好话 赔不是 说自己真心要买这件东西 对方听了 带着气说 你要真要 六根条子 这是天价 不沾边了 可是索七 却不敢说个不字 死魔硬炮往下拉架 他欲拉 对方把架咬得欲死 最后干脆说 没工夫跟你绕舌头 我扔了砸了 也不卖了 索七只好认头 回去取钱买了 围观的人看不明白 明摆着成心刁那人的价钱 也买 是买他爹他娘的灵牌吗 拿黄金当黄土了 张国老抱回家 八仙终于凑齐了 也算各显其能 一天 索七一位上海的朋友来金 上门做客 看到摆在正中条案上的 嘉庆官窑五彩八仙 这有人也好古词 懂行懂眼 连声称绝 说道 嗯 这东西得值六根条子 你花了多少请回来的 你买到便宜了吧 索七用心算一算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 竟是十二根 自己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呢 他再把买这八仙前前后后的故事连起来一想 忽然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他钻进了人家 早做好了的 早做好了的圈套 在跟斗的事儿 不能对外人说 嘴上说着 不多 不多 却觉得条案上的八仙人都在咧嘴笑他这个傻瓜 您刚才收听的是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二十八集 狗不理 天津人 讲吃讲玩不讲穿 把讲穿的事儿留给上海人 上海人重外表 天津人重石灰 人活世上吃饱地衣 天津人说 衣服穿给人看 肉吃在自己肚里 上海人说 穿绫锣绸缎是自己美 吃山珍海味一样是向人显呗 天津人反问 那么狗不理包子呢 吃给谁看 谁吃 谁美 天津人吃的玩的全不贵 吃的解馋玩的过瘾就行 天津人吃的三大样 十八阶麻花 耳朵眼炸膏 狗不理包子 不就是一点面 一点糖 一点肉吗 玩的三大样 泥人帐风筝为杨柳青年画 不就一块泥 一张纸 一点颜色吗 非金非银 非玉 非翡翠 非象牙 可在这儿 讲究的不是材料 是手艺 不论泥的面的 纸的草的布的 到了身怀绝技的 手艺人手里一摆弄 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了 运河边上卖包子的狗子 是当年跟随他爹打武庆来天津的 他的大名高贵有 只有他爹知道 别人知道的是 他爹天天呼他叫他的小名 狗子 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不好活 都得起个贱名 狗子 狗事 帮子 二傻 疙瘩 等等 为了叫阎王爷 听见不当个东西 看不上 想不到 领不走 在市面上 谁拿这种狗子当人 有活叫他干就是了 他爹的大名也没人知道 只知道姓高 人称他老高 狗子 人蔫 不说话 可嘴上不说话的人 心里不见得没想法 老高 没能耐 他卖的包子 不过一块面皮 包一团馅 皮厚 馅少 肉少 菜多 这种包子 专卖给在码头扛活的脚夫吃 赶重活的人 有点肉 就有吃头 皮厚了 反倒能躺食后 反正有人吃 就有钱赚 不管多少 能养活一家人 就给老天爷磕头了 他家包子这点事 老高活着时 老高说了算 老高死了后 狗子说了算 狗子 打小就从侯家后街边的一家卖杂碎的铺子里喝出赌汤鲜 他就尝试着拿肚汤排骨汤拌馅 他还从大胡同一家小铺的烧美中吃到肉馅下边油汁的妙处 由此想到 要是包子有油 更滑 更香 更入口 更解馋 他便在包馅时放上一小块猪油 之外 还刻意在包子的模样上来点花活 皮捏得紧 褶捏得多 一圈十八褶 看上去像朵花 一摇一兜油 一口一嘴鲜 这改良的包子一上市 像炮台的炮 一炮打得震天响 天天来吃包子的 比看戏的人还多 狗子再忙 也是全家忙 不找外人帮 怕人摸了他的底 顶忙的时候 就在门前放一摞一摞大海碗 一筐筷子 买包子的 把钱撂在碗里 狗子见钱就往身边 钱箱里一倒 碗里盛上十个八个包子 就完事 一句话没有 你问他话 他也不答 哪有空答呀 这便招来闲话 狗子 那行啊 不理人了 别的包子铺 干脆骂他 狗不理 想把他的包子 骂砸了 狗子的包子 原本没有店名 这一来 反倒有了名 人一提他的包子 就是狗不理 虽是骂名 也出了名 天津卫 天津卫是官商两界的天下 能不能出大名 还得看是否合官场和市场的口味 先说市场 在市场出名 要看你有无卖点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好名没人稀罕 骂名 人人好奇 狗不理 是骂名 却好玩 好笑 好说 好传 好记 里边 好像还有点故事 狗子 在把包子 做得好吃 狗不理 这骂名 反成了在市场 扬名立万的 大名了 再说官场 三叉河口那边 有两三个兵营 大兵们都喜欢吃狗不理包子 这一年 直立总督袁世凯来天津 营中官员拜见袁大人 心想 大人山珍海味天天吃 早吃宴了 不如送两屉狗不理包子 就叫狗子 添油加肉 精工细做 蒸了两屉 赶在午饭时候 趁热送来 狗子有心眼 花钱买好衙门里的人 在袁大人用餐时 先送上狗不理 人吃东西时 第一口总是香 袁大人一口咬上去 满嘴流油 满口喷香 大喜说 我这辈子 头次吃这么好吃的包子 银罐自然得了重赏 转过几天 袁大人返京 寻思着给老佛爷慈禧 带点什么稀罕东西 谁知 官场都是同样想法 袁大人想 老佛爷平时四海珍奇 骂见不着 鱼翅燕窝 骂吃不到 花上好多钱 太后不新鲜 不如送上几天前在天津吃的那个狗不理包子 就派人半好半惊弄到京城 花钱买好御膳房的人 赶在慈禧五间用餐时蒸热了最先送上 并嘱咐说 这是袁大人从天津回来特意孝敬您的 慈禧一咬 喷香流油 勾起如狼似虎的胃口 慈禧一连吃了六个 别的任骂不吃 还说了这么一句 老天爷吃了 也保管说好 这句话跟着从宫里传到宫外 从京城传到天津 金口一开 天下大吉 狗不理 鸣满四海 直观 当今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民国十六年入冬 天津卫地面上 冒出来一位奇人 这人谁也没见过 姓骂叫骂 长得骂样 也就没人能说清楚 既然是奇人 就得有出奇的地方 这人是位调客 但不是钓鱼 是钓鸡 鸡怎么钓 我说您听 别急 那时 天津家家户户 都养鸡养狗养猫 养鸡吃蛋 养狗看门 养猫抓包子 狗在院里 猫在屋里 鸡不圈着 院里院外 随便跑 后傻该进窝的时候 站在门口一吆喝 我敲敲石盆石罐 就全颠颠跑回家了 绝丢不了 可是到了民国十六年 天津人开始丢鸡 开始以为闹黄鼠狼 黄鼠狼抓鸡 总留下点鸡毛 可是丢鸡的地方 没人见过鸡毛 后来认为是有人抓鸡 可是抓鸡的地方 总能听见鸡嘎嘎叫吧 奇怪的是 没人听过鸡叫 不多时候 家住凉垫后街的一位姓刘的老江湖 敲出了门道 他发现丢鸡不总在一个地方 今儿河东 过两天河北 再几天洋庄子 丢鸡的地界都不大 不过几条胡同 一两条街 几十只鸡 好似给一阵风刮走 不留半点痕迹 黄鼠狼绝没这种心机 只有人才干得出 这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偷鸡的人真够聪明 可他用骂法子 不声不响 鸡也不叫 不大功夫 就把一个地界满地跑的几十只鸡 全脸去了 老刘开始到处走 刘神用耳朵摸 只听到哪儿哪儿丢鸡的传闻 却没人说 偷鸡的人给逮着了 只听到一个绰号 叫活石鸡 叫得挺响 嘿 人没见 号先有了 二十天后 一个小痞子 到他这活石鸡的事 叫他大吃一惊 据说这活石鸡抓鸡不用手抓 用线掉 他先把一颗黄豆中间打个眼 用一根细线绳穿过去 将黄豆拴在线绳一头 再使一个铜笔帽 削去帽尖露出个眼 穿在线绳另一头上 铜笔帽像串珠那样 可在线上任意滑动 然后将黄豆 线绳 铜笔帽 全攥在手里 偷鸡的家伙 就算全预备好了 活石鸡 看到一个有机的地界 蹲在一个墙角 抽着汗烟 假装晒太阳 待鸡一来 先将黄豆带着线抛出去 笔帽留在手中 鸡上来吞进黄豆 等黄豆下肚 一拽线把线拉直 就劲把铜笔帽往前一推 笔帽穿在线中 顺线飞快而下 直奔鸡嘴 正好把嘴套住 鸡欲正 线欲紧 喂嘛 豆子卡在鸡嘴里边 笔帽套在鸡嘴外边 两股劲正好把鸡嘴 吊得牢牢的 而且鸡的嘴套着笔帽 张不开 叫不出声 活石鸡两下就把鸡 拉到跟前 小痞子说 活石鸡多在入冬钓鸡 冬天穿一件黑棉大衣 抓了鸡塞进怀里 谁也看不出来 更因为谁也想不到 他用这一法子偷鸡 小痞子还说 他一天吃三只鸡 吃不了拿到就近的 集市上卖了 老刘问他这话当真 小痞子说 他前些天在挂甲寺一带 亲眼见的 老刘在家里寻子一天一夜 想出一招 他想 他住着凉店后街 养鸡的人家多 地势杂 活石鸡迟早会来这儿偷鸡 他家也养鸡 他便守在家 候着活石鸡 他说 他钓鸡 我钓它 入了腊院 他的鸡和隔墙 陈三家的鸡 忽然没了十几只 光光的 一只没剩下 老刘说 行了 上钩了 老刘知道 在哪儿能找到活石鸡 他去到附近一带 几个卖活琴的集市上转 转来转去 瞧见一个胖子 脸色红 皮肤光 小眼儿 带一对琉璃猪 黑又亮 身穿大棉袍 蹲着 旁边一个竹边的照拢 扣着五六只活鸡 老刘过去 对着胖子说 鸡吃的不少呀 嘴巴都流油了 胖子一听 一惊 做个屁股堆 老刘心想 这就是活石鸡了 活石鸡手一撑地 又蹲回来 朝老刘笑道 这么肥的鸡 哪有福气吃 老刘一听他说话的口音 不是当地人 却不和他多废话 指着鸡笼子说 你把那白公鸡拿出来瞧瞧 活石鸡应声 伸手从鸡挖乱叫的几只鸡中间 把白公鸡抓出来 递给老刘 白毛 红官 雄资勃勃 活石鸡说 这公鸡起码十斤 还是当年鸡 肉多又嫩 煮着炒着 怎么吃都成 老刘拿着鸡问他 多少钱 活石鸡说 不便宜 也不贵 十个铜子 老刘说 好 你就给我十个铜子吧 还有龙里那五只 总共六十个铜子 活石鸡说 别打岔了 你吃我鸡 还要我给钱 老刘说 谁打岔了 你抓我鸡 还要我给钱 活石鸡觉得话茬不对 把脸一撂说 好 你可得说明白 这鸡 怎么是你的 老刘笑了 说 你说这鸡是你的 可有记号 活石鸡有点发急 鸡不是你抱来的 是在我笼子里的 我没记号 你有记号 老刘说 肚子上 有个红圈 活石鸡抓过鸡 翻过来 拿给围观的大伙看 叫着 大伙瞧啊 哪来的红圈 没有红圈 只有一肚子厚厚的白绒毛 老刘冷冷一笑 左手把鸡抓过来 右手将肚子上的白毛 一把把揪下 果然 一红圈 用漆 画在鸡皮上 他说 我早在他换毛时 就把这红圈 画上去了 活石鸡心想 这回要玩完 人家早早 画个圈 等着自己往里跳呢 这才叫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码头人 真厉害 自己只有叫爹 叫爷 求饶了 人家老刘是江湖 真正的江湖 都厚道 得饶人处 且饶人 他叫活石鸡 把笼子里的鸡腿 拴在一起 头朝下 提在手里 只朝活石鸡 说了一句 小能呢 指着他活不了一辈子 弄不好 只活半辈子 打住吧 打这天起 天津 没听说 谁在丢鸡 却得知道 两店后街 有位姓刘的汉子 叫赛石鸡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三十集 龙袍正 天津卫的名人 都有来头 来头都不小 绰号 龙袍正 这个正老汉的来头 顶了天 皇上 正老汉 是海河边一个渔夫 一个人 一条船 有兴致时 拉网打鱼 有清闲时 握杆钓鱼 吃鱼 卖鱼 靠鱼活着 傻傻呼呼 乐乐呵呵 乾隆下江南时 乘船 途经天津 看到河上 围杆林立 岸边 货堆成山 开了大眼 皇宫里头 虽然金装银果 却看不到这种 冒着人间活气的景象 皇上高兴 要到岸上 溜达溜达 怕招眼招事 不敢骑龙驾虎 便在龙袍的外边 召见大厂 只带着两个随从 靠岸下船 边走边看 欲看欲有兴致 也就欲走欲远 看着看着 一个景色 把皇上吸引住 不远 河上停着一只船 有舱有棚 一个渔翁坐在船头 钓鱼 人在船上 影儿在水里 讲个话 看钓鱼 都是等着 看人家钓上鱼 老翁一条一条 总有鱼上钩 皇上就看得 有滋有味 牛头对随从说 回到宫里 我也去御花园 钓钓鱼 随从说 皇上钓的比他强 皇上钓的是金鱼 可是没大一会儿 这渔翁收起杆子 把船挤下滑到岸边 这渔翁就是郑老汉 皇上走过去问他 你挣上鱼 怎么收杆不钓了 郑老汉站在船头 手往西一指说 没见那云彩 要下雨了 皇上往西边一看 果然一块黑云 云形很怪 前头像刀柴一般骑 乌云前边是晴天 这云就像一块黑色的床单 要遮过来 郑老汉说 这是骑头云 来得可快 雨说下就下 您这是往哪儿去啊 还不快跑 吃了可就成落汤鸡了 皇上说 哎呦 我是从船上下来玩的 我的船还远 郑老汉说 您要不嫌弃 就上船来避避 这雨说着就到 皇上抬头一看 果然半个天都黑了 风也大起来 而且冷嗖嗖的 往领口袖口里钻 随从赶忙把皇上扶上了船 船不大 舱不小 连皇上带随从都钻进去 皇上头次钻进这 鱼家的窝里 看哪儿都新鲜 郑老汉拿几个破碗 沏了茶 这茶比树叶多点味罢了 皇上竟说好喝 喝茶间 雨已经来了 雨落仓棚 像大把大把洒豆子 这一来 皇上更有兴致说 你有吃的吗 我有点饿了 郑老汉笑道 我猜到您会饿 正给您热这锅 熬面鱼呢 我郑老汉熬的面鱼 谁吃谁爱 这边打鱼的 常提着酒葫芦 来吃我的面鱼 他说话这当 鱼味已经钻进皇上的鼻子眼 狗馋虫子了 郑老汉的面鱼捧上来 皇上吃上两口就大声说好 面鱼又小又没样 从来上不了御膳 所以皇上没吃过 可是面鱼又鲜又嫩又没刺 皇上头一遭吃 竟然大呼 这才是山珍海味 御膳房的菜添油加酱 民间饭食圆汁圆味 皇上一边避雨 一边又吃又喝 好快活 一高兴 把外边大肠解开 将里边的龙袍脱下来 赐给了郑老汉 郑老汉万万没想到 天降洪福 居然在自家的小船棚里 见到万岁爷了 两腿一软 两膝一松 啪地跪下连连磕头 直到风平雨柱 皇上走了 还趴在那儿 把脑门撞着船板 嘣嘣响响 整整一夜 郑老汉也弄不清 这事是真是假 当今皇上到自己船上 吃鱼喝茶 谁也不信是真的 可金光闪闪的龙袍 就在自己手里 一时他觉得在做梦 连自己都不是真的了 第二天一早 郑老汉没出船 在船头摆一张椅子 一张桌子 桌上铺着龙袍 自个儿坐在椅子上 不一会儿就招来许多好奇的人 而且人越来越多 当今皇上乾隆爷 上过郑老汉的船 吃了他的面鱼夸好 还赐他身上的龙袍 这事儿眨眼传遍全城 几年前皇上来天津 赶上妈祖生日看皇会 不过赐了两件黄马褂 民间就闹翻天 龙袍比黄马褂厉害多了 见了龙袍 就如同见到皇上 于是有人跑去给龙袍叩头 这一来 金城的乡绅复古文人和官员 纷纷赶往这里 像是皇上还在这里 官员碰上这种事儿 都争先恐后 听说知府大人 很快也要赶到 郑老汉出了大名 从此人们就叫他龙袍正 关于龙袍正的各种传闻 也就很快热闹起来 可是人出了名 就有人说好 有人说坏 一句好话后边 总跟着一堆坏话 恨人有笑人无马 又不怀好意地说 龙袍正天天夜里 偷着把龙袍穿在身上 坐在舱里装黄上 这传闻跟着 就引来一个可怕的消息 说知府大人听了发火了 不但不来了 还要抓龙袍正 没收龙袍 致他亵渎圣上的重罪 后边还有更邪乎的传闻 这一下就把龙袍正吓跑了 三天过去 不见龙袍正的人影 船影 龙袍影 看来是吓破胆了 划船跑了 码头的事再热闹 都是一阵风 说过去就过去 渐渐人们不再提龙袍正 却时不时有人把船 搏在原先龙袍正 停船的地方 握杆垂掉 也想碰到一次皇上 在顾一街上 有个摆摊卖槟榔的小子 人挺精明 做梦都想发财 一直没撞上好机会 这小子也姓正 兄弟排行老三 人称正三 一天有人对他说 你也姓正 人家龙袍正 也姓正 人家是骂运气 皇上找上门来 不过那老家伙 有机会不会使 福报不够 天大好事 竟然叫他差点惹来杀身之祸 正三听了 灵机一动 眨眨眼说 我会使啊 没多少天 他就把自己祖传的 北城根的两间瓦房 换到了海河边三间屋 开了个面云店 自称自己和龙袍正 是同姓同宗同族 龙袍正熬面云那两下子 他都擅长 所以他开的面云店门口 就挂起了龙袍正的牌子 做买买 靠旗号 谁不想品品皇上的口味啊 正三的熬面云 变成了天津味小吃的名品 真龙袍正亡命天涯 假龙袍正日进斗金 日子一久 正三就叫了龙袍正 那段故事 变成了他店里 天天讲的老事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三十一集 陈寺送礼 人世间最吃得开的 有四大样 钱 权 爹 长相 有钱通神 有权 比神还顶用 有好爹 就是有靠山 长相俊 招得 人见人爱 可是 但这些 还不行 有钱 有权 还得会使 有爹 有长相 还得会用 这里边 有一件 要紧的东西 不能缺 好烦 比方送礼 给官送礼 虽说 官不打送礼的 可 你能端着一盘子金元宝 打人家大门进去吗 送礼 得有送礼的法 天津卫 最会给官送礼的 是陈寺 他打官场 得到的恩惠 也最多 书没读过几本 年纪轻轻 已经坐上 邮政局的 副局长 人说 他每一步路 都是拿礼 扑出来的 陈寺却说 官场从来 路不平 有礼 如履平地 没礼 寸步难行 陈寺送礼的诀窍 是在 人不知 鬼不觉之间 礼 要在暗处 送 却要送 在明处 这个明处 学问可大着呢 他得叫受礼的人 心知肚明 外人在场 也看不出来 这里 怎么送法 一日 陈寺有一位 做珠宝买卖的朋友 哥老板 要在法租界的平安饭店 宴请直立省 假省长 陈寺没见过假省长 打早就想给省长送点礼 拉了关系 这是机会 便摩着 哥老板 带他去 把自己 引荐 给省长 哥老板说 你可别当着我面 送大礼 人家省长 是有身份的人 不会当众 收礼的 你要是叫我 没面子 就把我的事 也坏了 陈寺笑道 你当我是厨啊 真送礼 连你 也绝看不出来 吃饭那天 哥老板 把陈寺 引荐给省长 人家省长 和他一个小副局长 差着十级八级 拿他 只当见到一只小狗 商场里 谁有钱 谁说话 官场里 谁官大 谁说话 根本轮不到 陈寺开口 陈寺 耐着性子 等了好长时间 才等出个空档 忽指着墙上一幅 花鸟画说 这画 可不受看 陈寺 早听说 甲省长爱画 收藏的名人字画 能装满一屋子 他想拿画 勾起甲省长的兴趣 这一招 果然生效 家省长问 怎么 你也懂画 陈寺摇摇手中的筷子 嗯 我不想 也不喜好 家父 迷字画 老人家 今年去世了 留下了一大堆 字画 当初 我 我哪懂啊 人说名人 就名人呗 省长 懂画 假省长 迟疑一下说 一知半解 喜欢看 就是了 你知道 你家那些画 都是哪些人画的吗 陈寺摇摇手中的筷子 好像一个叫骂石的 画上面还有几行字 甲省长马上说 齐白石 陈思说 这齐白石我知道 不是那个画螃蟹画大虾的吗 没骂好 也不能吃 我家有几卷 全叫我送人了 这个不是齐白石 只是名字也有个石字 骂骂石 想不起来了 画得黑乎乎的 看都看不清楚 瞎抹呗 等收破烂的来了 给他 甲省长稍一寻思 眼一亮 副豹石 陈思琢磨琢磨 呼叫道 对 豹石 豹石 我还说画画这人名字真怪 抱着石头干嘛 这人有名吗 甲省长想一想 说 还算有点名 画也可以 陈思接过画说 黑乎乎一片 还算可以 我反正不懂 省长想看 哪天我拿给您 今儿要不说起它来 说不定明天就卖破烂了 他那神气 像给丑闺女找到婆家 巴不得一下推给人家 于是 大家笑一笑 接着吃饭 省长也就和陈思 有说有笑 哥老板虽然在座 没太听明白这里边的故事 他是个肚子没几滴墨水的人 回去找人一打听 才知道 复报时 非同小可 刚在南京办过大画展 惊动全城 细细寻思 这才明白 陈思送礼的法 之妙 之高 之绝 又过半年 哥老板听说 陈思升了官 当上局长 不禁说 陈思送礼 你知我知 神鬼不知 这个人还能当上更大的官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32集 燕子李三 光绪末年 天津卫出了一位奇人 叫燕子李三 他人叫李三 燕子 是他的绰号 他是个天下少见的飞贼 专偷富豪大户 每偷走一物 必在旧近画下一只燕子做记号 表示东西是他大名鼎鼎的燕子李三偷的 此贼 牵涉 牵涉到富贵人家 官府 必然下力 积拿 但 李三的功夫 奇高 穿房 越级 如走平地 遇到河面 还能用脚尖 点着水波 而行 从这岸 到内岸 这一首叫做蜻蜓点水 轻功不到绝顶 绝对学不会这一首 燕子李三的事闹了半年 在城里城外十多个富人家被窃去的宝贝旁 留下了那个燕子的记号 浮现的捕快 使了不少计谋逮的 却连李三的影儿也没见过 有的说 模样像石牵 一身紧身造衣 长桶软靴 深夜 出来行道 人混在夜色里 绝对 看不出来 有的说 他长相和杨湘武一样 嘴唇上 留一座两头向上翘的小黑胡 更是燕子的来历 于是 一时间 留小胡子的人走在街上 总会招人多看两眼 后来又有人说 什么石牵杨湘武 都是细迷瞎周的 此人肯定长相平平 不惹眼 白天睡觉 半夜出行 像蝙蝠 这李三 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魏玛以前从没人说过 肯定是心进打外地窜来的 天津卫 有钱的人多 有钱的人宝贝多 就把李三这种人招来了 传说这个李三是河北人 炎兆之地的人身上都有功夫 还有说得更有鼻子有眼的 是吴桥人 吴桥人善杂技 爬杆走绳如履平地 说法虽然多 谁也没见过 欲见不着 欲瞎猜 欲猜 欲玄 欲神 欲嗝 甚至有人说 这李三 就是几个月前 刚打外地 调任天津的县太爷 县太爷是河北人 人寿如猴 能闻善武 还爱财 甭管是不是他 反正说来挺好玩 欲说 欲有乐子 天津人 旧好过嘴瘾 往里是吃 往外是说 说没了和吃没了 一样痛快 不过 这非贼李三 在人们嘴里口碑不坏 反正他不偷穷人的 不但偷富 还济贫 东门内一家穷人 欠着房租还不上 被房主逼得无奈 晚上在屋里哭哭啼啼 忽然 他后窗外 扔进一包东西 打个一瞧 竟是不少银子 令这家人更惊奇的是 包袱一角 画着一只小样 这家人急忙出去 谢恩人 跑到门外 一片漆黑 早没了人影 听说 最有机会看到 李三长相的 是蹲在城门口 讨饭的 裴十一 李三 把一纸包钱 亲手撂在他手心里 可裴十一 是个瞎子 只捏到李三的手 这手不大 却挺硬 虽然脸对脸 妈也瞧不见 这一来 李三在人们口里 就更神奇了 一天 燕子李三在天津位 把偷窃一事 做到了头 他偷到天津最大的官 直立总督 荣禄老爷的家 这天 荣禄的老婆 早晨起来梳妆 发现梳妆匣子里的一个 珍珠的别针不见了 这是他顶喜欢的一件宝贝 珠子大小 跟葡萄差不多 亮得照眼 这么大的珍珠棒 在海里得五百年才能养成 当年荣禄想拿他 孝敬老佛爷 他都死活不肯 丢了这东西 跟他丢了命差不多 最气人的是 在放别针那块 衬筹上 画了一只燕子 这纯粹 是和荣禄老爷叫板 气得荣禄一狠劲 咬碎一颗厚槽牙 荣禄也不是凡贝 他使个乏 在大堂中间 放一张八仙桌 桌面中央 摆了总督的官印 上面照一个玻璃罩子 然后放出话去 说当夜他要关上大堂门 堂内不设兵便护卫 只他自己一人坐在堂上 守候着官印 他要从天黑守到天亮 燕子李三有胆量 有本事 就来把官印取走 这话一出 算和李三叫上劲了 而且总督大人保准能赢 想想看 虽然大堂内没有一兵一族 可是堂外必然布满兵力 大堂的门关着 官印在玻璃罩子里边扣着 总督又坐在堂上 邓元炎守着 李三能耐再大 怎么取玩 再说 门窗全都紧紧关着 怎么进去 钻老鼠洞 当夜 总督大人就这么干了 桌子摆在大堂上 官印放在桌面中央 照了玻璃罩子 然后叫牙翼退出大堂 所有门窗关得严严实实 总督大人自己坐在公案前 燃烛读书 静候飞贼 从天黑到天亮 总督大人只在进五更时 困倦难熬时 略打一个盹 但眨眼间就醒了 整整一夜 没听到一点动静 天亮后 打开门窗 阳光射入 仆役们也都进来 只见那方官印 还好好的摆在那里 纹丝没动 总督大人笑了 说道 哈哈 燕子李三 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然后 举起双手 伸个懒腰 喝口茶 束束嘴 喷在地上 预备回房休息 这时 五更时那个小盹 给了超人燕子 李三可乘之机 但门窗是闭着的 他怎么进来 怎么出去的呢 衙门里上上下下 没人能猜得出来 真人 能人 全在民间 很快 民间就有了说法 说李三 是在大唐 还没关门窗时 飞身进来 躲在了大唐 正中那块 清正光明 大扁的后边 待到总督大人 困急打盹时 下来把事干了 然后重回贬后藏身 天亮门窗一开 趁人不备 飘然而去 这说法 合情合理 可是总督大人纳闷 他当时 为什么不拿走观印 只在上面 画个小燕子呢 人们笑道 观印 李三爷能拿 却不拿 就是告诉你 那破东西 只有你当宝贝 谁要那个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三十三集 古一章 天津卫的杨柳青 有灵气 家家户户 人人善话 老辈奇稿 男人刻板 妇如染脸 孩童甜色 世代相传 高手如林 每到腊月 家家都把画 拿到街上来卖 新稿新样 层出不穷 找的演画 可是 甭管多少新画稿 冒出来 买来卖去 总会有一张 出类拔萃的 鼓出来 杨柳青 说的这个鼓字 就是活了 谁看谁说喜欢 谁看谁想买 争着抢着买 这张画 像着了魔法 一下子能卖疯了 于是 年年 杨柳青人 全等着这画出现 也盼着自己的画 能鼓起来了 都把自己拿手的画 亮出来 这时候 全阵的年画 好比在打泪 这画 到底是怎么鼓的 谁也说不好 没人鼓的 没人吆喝 没人使招用法 是他自己 在上千种画中间 神不知 鬼不觉 鼓出来的 这画 为骂能鼓呢 谁也说不好 戴莲增和骑剑龙 两家大殿 画工都是几十号 专门起稿的画师 几十位 每年新画上百种 却不见得能鼓出来 高童轩画得又好又细 树后边有窗户 窗户格后边还透出人来 他的画张张豪迈 可没一张鼓过 就像唱戏的角 唱得好 不一定红 人们便说 这里边肯定有神道 神剑点哪张 哪张就能鼓 但神剑绝不多点 每年只点一张 这样 杨柳青就有句老话 年画一年鼓一张 不知落到哪一方 镇上有个作年画的 叫白小宝 他祖上几代都干这行 等船到他身上 勾克印画 样样还都拿得起来 就是没本事出新样子 只能用祖传的几块老板 印印画画 比方连年有余 双腔路纹龙 俏皮画 还有一种金脸财神 这些老画一直卖得不错 够吃够穿够用 可老画是没法再鼓起来的 鼓不起来就赚不到大钱 他心里憋屈 却也没辙 同志八年立东之后 他知上画案 安好老板 卷起袖子 开始印画 他先印 双腔路纹龙那几样 每样 每年一千张 然后再印连年有余 这张画上 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抱条大红鲤鱼 后边 趁着绿叶粉连 连是连年 鱼是富裕 连年有余 这是他家万年不败的老样子 其实连年有余许多画店都有 画面大同小异 但白家画上的胖小子 开脸洗下 大鱼鲜活 每年都能卖到两千张 不少是将武墙 南关和东风台那边来人 乘包乘捆买走的呢 一天后晒 白小宝 印画累了 撂下把子 去到街上小馆喝酒 同桌一位大爷 也在喝酒 杨柳青 地景不算太大 镇上的人 谁都认得谁 这大爷姓高 年轻时在货站里 坐帐房先生 好说话 两人边喝酒 边闲聊 说来说去 自然说到话 再说到今年的话 说到今年 谁会鼓一张 高先生 喝得有点高 信口说道 老白呀 你还得出新样子 吃祖宗饭 是鼓不出来的 这话 像跟棍子 戳在白小宝的肋骨上 他挂不住面子 把剩下的酒 倒进肚子 起身回家 一路上 预想高先生的话 欲有气 不是气别人 是气自己 气自己没能 进屋 一件话 岸上祖传的老板 更是气壮上头 抓起桌上一把 磕刀 上去挤下 要把老板毁了 只听老婆喊道 你要砸咱 白家的饭碗呀 随后便迷迷糊糊 被家里的人 硬拽到床上 死猪一样 不行人事 转天醒来一看 糟了 那块祖传的老板 连年有余 真叫他毁了 带着板线 弯去了一块 再细看 还算运气 娃娃的脸 没伤着 只是脑袋上 一边发便上的 牡丹花 给弯去了 可这也不行呀 原本脑袋两边 各一条辫 各扎一朵 牡丹花 如今 补成对了 急也没办法 弯去的板 像割去的肉 没法补上 眼瞅着这两天 年画就上市 好在这些天 已经印出一千张 只好将就 再印一千张 凑合着去卖 能卖多少 就卖多少 卖不出去 认倒霉 待到年画一上市 稀奇的事出现了 买画的人 不但不嫌娃娃 头上的花 花少一朵 不成对 反而都笑嘻嘻说 这胖娃娃 真淘气 把脑袋上的花 都给耍掉了 太招人爱了 这么一说 画上的娃娃 再动了起来 活了起来 于是 你要一张 我要一张 跟着 你要两张 我要两张 三天过去 一千张 像一阵风刮走 一张不胜 白小宝手里 没这幅画 只好把先前史老板印的 双变双花的娃娃拿出来 可买画的人问他 昨天那样的买霉了吗 他傻了 为骂人人都瞧上那个脑袋上缺朵花的呢 可他也没全傻 晚上回去赶紧加印 白天爆到市上 画一摆上来 转眼就卖光 一件东西 要在市场上活起来 拿水都扑不灭 于是 一家老小全上手 老婆到集市上卖 他在家里印 儿子把印好的画 一趟趟往集市上报 他夜里在玩命印 也顶不住白天卖得快 几天过去 忽然一个街坊跑到他家说 老白 全镇的人都操操着 今年你的画古了 然后小声问他 这张画你家印了几辈子了 怎么先前不古 今年忽然古了 白小宝只笑了笑 没说 他心里明白 可是往深处一琢磨 又不明白了 怎么少一朵花 反倒古了 年三十晚上 白小宝一数钱 真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过了年 他家家盖了一间房 添置了不少东西 日子鲜活起来 他盼着转年 这张画还鼓着 谁知 转年 风水就变了 虽说 这张画卖得还行 但真正鼓起来的 就不是他这张了 换成一家 不起眼的小画店 一合成的一张新画 画名叫做 太平世家 六个女人 在打太平谷 那张画 也是没看出 哪儿出奇的好 却卖疯了 每天天没亮 一合成门口买画的人 排成队 挨着洞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三十四集 阳相 自打阳人开步 立了租界 来了阳人 新鲜事就入了天津位 租界这俩字 过去没听说过 黄毛绿眼的阳人 没见过 于是老成这边 对租界那边 就好奇上了 开头 天一擦喝 人们就到马家口 看电灯 真叫天津人 开了眼 阳人在马家口教堂外 立根杆子 上面挂个空心的玻璃球 球上边还照个铁盘子 用来遮雨 围观的人 不管大人小孩 全养着脑袋 张着嘴 盯着那个神奇的玻璃球 等着瞧洋人的戏法 天一暗下来 那玻璃球 呼的亮了 亮得出奇 只把下边每张脸 全都照亮 周围一片 也照得像大太阳地 人们全都 哎呦一声 好像瞧见神仙显灵了 洋人用骂鬼花活 叫这个玻璃球 一下变亮的 再一样 就是冬天里 去南门外 瞧洋人 滑冰 南门外 全是水塘河道 天一上冬 结上光溜溜的冰 那些大胡子 小胡子和没胡子的洋人 就搭租借里跑来 在鞋底绑上块刀 到冰上滑来滑去 转来转去 得意之极 他们见中国人 聚在河堤上 看他们 更是得意 原地打起旋来 好比陀螺 有时玩不好 一个猎戒摔屁股堆 或者四扬八叉 趴在冰上 引来众人 齐声大笑 当时 有位文人的一首诗 就是写这情景的 脚腹快刀 如飞龙 书心活血 造化功 跌倒人前 成一笑 头南脚北 首西东 不久 就有些小子 去到租界那边 弄洋货 再拿回到老城这边 险呗 一天 一个小子 搬了个自明钟 到东北角大胡同的 玉生春茶楼上 摆在桌上 上了闲 这就招了一帮人 围着看 等着他打点 到点打钟 钟声悦耳 这玩意儿 把天津人震住了 茶楼上 一天到晚都坐满了人 把玉生春的老板 美得嘴都闭不上了 说要管那个 报钟来的小子 免费喝茶 吃东西 没过十天 玉生春 又来个中年人 穿戴得体 端着一个讲究的紧缎包 先撂在桌上 再打开包 露出一个挺话哨的 流金羊盒子 谁也不知干嘛用的 只见他也拧了弦 可不打点 盒里边居然叮叮当当 奏出音乐 好听得要死 人称这小磨盒 为八音盒子 这一来 来玉生春 喝茶看热闹的人 又多一倍 连站着喝茶的也有了 不多时候 老城东门里大街 忽然出现一个怪人 像洋人 又不像洋人 中等个三十边上 穿卡腰羊挂子 里边小羊砍件 领口有只黑绸子缝的蝴蝶 足灯高筒小羊靴 头顶宽颜小羊帽 一副深色茶净遮着脸 瞧不出是骂人 看长相 像洋人 可是再看鼻子 小了点 洋人鼻子 又高又大 前边带钩 俗称 鹰钩鼻子 这人 鼻子小 圆圆好在小蒜头 这怪人 在街头站了一会儿 忽然打腰里 掏出一个小纸盒 从里边抽出一根 一寸多长的 小细木棍 棍一头顶着个白头 他举起小木棍 从上向下一滑 白头一蹭一斤 擦的 升出火来 把木棍引着 令街上的众人 一大惊 不知怪人这小棍 是骂其物 怪人带手里的小木棍 烧到多半 扔在地上 跟着 从小盒再抽一根 再滑 再生火 再烧 再扔 就这么 一连滑了十多根 表演完了 骂话没说 扬长而去 从此 天津人 称怪人这种 一划就着的玩意儿 叫自来火 怪人走后十天 又来到东门里大街上 换了穿戴 领口那蝴蝶 换之金色的 他又掏出自来火 划着 可这次 没扔 而是打口袋 又掏一个纸盒来 这纸盒 比自来火 那纸盒大一号 上边 花花绿绿 印了一些外国字 他从盒里抽出一根 这根 不是木棍 而是小拇指 粗细大小 白色的纸棍 他插在嘴上 使自来火 点招 街两边的人 吓得无耳朵 以为要放炮 谁料 他点招后 不冒火 只冒烟 他作了两口 张嘴吐出的 也是烟 人们不知他干嘛 站在近处 却闻出一股烟叶味 还有骨子一香 去过租界的 知道这是洋人抽的烟 原来洋人不抽烟袋 抽这种纸卷的怪烟 烟不放在腰里 藏在衣兜里 从此 天津人称这种洋烟 叫衣兜烟卷 这一阵子 老城东门里大街上 天天聚着一些人 有的人 就是等着 看着怪人和怪玩意儿 可是他不常露面 一露面 就惹得满城风雨 一天 他牵来一只狗 这狗 白底黑花 体大精寿 两耳过肩 长舌垂地 双眼晒凶魔 他从街上一过 连街上的野狗 不但吓得一声不出 一连几天 不敢露头 人要出头出名 就该有人琢磨 这怪人 到底是谁 是真洋人 还是冒牌货 不久 就有两样说法 截然相反 一说 他家在西头 父亲卖盐 花钱不愁 近些年 父亲总在南边 跑买买 没人管他 他特迷洋人 整天泡在租界里 举手投足 都学洋人 另一说 这怪人 是地道的洋人 刚到租界才一年 觉得老城新鲜 过来逛逛而已 听说 还会说一句半句 中国话 进而有人说 这怪人 是英吉利人 叫八匹 那时候 天津卫闹新潮 常有人演讲 讲新风 反旧席 唱文明 演讲的地方 在故意接 千祥义对面的总商会 主办是广志馆 一天 总商会又有演讲会 先上了一位先生 站在台前 向台下边听众 介绍一位来自租界的贵宾 跟着 怪人出现了 还是那身穿戴 脖子上的蝴蝶 又换成了白底绿格的了 他上来 弯下腰 手一撇 行个洋礼 说几句洋话 下面一个学生说 他说的是哪国话 不像英文 我可是学英文的 这下 人们就议论开了 下边忽悠有人叫道 你是叫八皮吗 这怪人 好似生怕给别人认错 马上说 我就是八皮 下边人接着问 你打哪儿学的中国话 怎么还是天津味的 这话问过 终人一寻思 怪人刚刚说的话 还真有点天津口音 怪人一正 不好答 下边人又问 你爹是谁 怪人又一正 马上把话跟上说 米斯特 米斯特拔皮 没想到 下边问话这人 放大嗓门说 小子 睁大眼看看 我是谁 我才是你爹 我刚打广东回来 拔皮 拔骂皮 我还把这身羊皮 给我拔下来回家 别在这出羊巷了 自打这一天 天津人管学洋人 装洋人的 叫做出羊巷 现在人说的出羊巷 这典故 就是从这件事来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冯继才 演播曹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 第35集 黄连圣母 庚子闹义和团时 天津大乱 入夜城门不关 灯火通明 人不睡觉 满街乱窜 一群群 打河北山东来的义和团 涌入金城 衣服的前胸后背 写着各自的八卦字符 扎各色的包头 举着自己的旗号 配件提刀 提棍拿枪 神器也不一样 有的狂喊乱叫 有的举动旗刷刷 有的全都阴沉着脸 口不出声 面带杀气 后槽牙咬得咯吱咯吱响 叫人不寒而栗 入城之后 先立坦口 竖齐帆 升黄表 挂红灯 城中百姓 马上把大饼 馒头 咸菜 大葱 和香喷喷的油石 以车车送来 听说义和团 马上就要和租界里的洋人 大打一仗了 马家口和老龙头那边 已经有了火光 冒着黑烟 枪声 一会儿紧一会儿松 义和团正在那边 烧洋人的狗窝 老城里人居十方 义和团一来至少二十万 这些年 天津人和洋人打过不少仗 不管打赢打输 从来不处洋人 六月初的一天傍晚 城中各团都跑到北城外 沿着南运河两岸 人马整齐 列出阵势 一片刀光渐影 连同呼呼燃烧的火炬 倒映在河中 可是 这么大场面 居然听不到半点人声 静得出奇 也静得吓人 据说 是黄连圣母带领的红灯罩的船队 由南边开来了 说道就道 这些天 有关红灯罩神兵天将的消息 传遍金城 有一张接帖 贴满了城里城外 上面的话 口气凶猛 男练义和拳 女练红灯罩 踹开紫竹林 打刀砍洋人 这接帖上的洋人两字 还用猪笔勾了 只有死刑告示 才用这些法 据说 这帖子 贴到紫竹林 把洋人吓得不敢上街 窗帘都拉得死死的 可是 红灯罩 骂呀 谁也没见过 都说是些大姑娘小媳妇 穿一身红 个个貌美如天仙 手里握着灭洋人的法术 首领黄莲圣母 长相美过天仙 好在天后宫里的娘娘像 要说她武艺之强 和法术之高 各团大师兄 都差一大截 眼瞧着 南运和尚 真的来了一队大船 围杆上挂满红灯 一直开到贾家胡同停住 红灯罩 出仓灯案 个个红裤 红袄 北插银刀 一手拿红纱折扇 一手提红卷灯笼 灯光照在脸上 真比戏里的阳门女将 还好看 还神奇 站在岸上的义和团 规矩很大 一剑红灯罩 一起单手树立胸前打问心 同时低下头来 不能瞪着眼瞧 黄连圣母 不出仓 不露面 各团大师兄 全要进仓拜见 大师兄张德成 曹福田 刘成祥等 斩成树牌 依次入仓时 神态 前进之急 好像尽妙拜佛 这一来 就招得天津人 对身世不明的黄连圣母 胡猜乱想 有人说 他名叫林黑儿 就是和海河水长大的本地人 自小从父学武 随父卖艺 父亲惹了洋人 入狱死了 他怀恨报仇 也有人说 他根本不是凡人 是王母娘娘附体 能将神火烧掉紫竹林 直到把海水烧干 洋船开不进来 天津码头 人砸嘴砸 有的说 她是河东那边 跳大神的巫婆 甚至说 她是侯家后祭院里 一个挺邪性的土昌 坏话一出来 就会占上风 三天后一早 红灯罩忽然全从舱里出来 在岸上列队 杀时间 三千红灯罩 被插钢刀 斩成一片 右手提灯 左手直扇 黄连圣母 仍然没露面 有一位 头发梳成高级的 三仙姑 引着 排队入城 城中义和团 早已分裂街道边 守护着红灯罩 红灯罩一进城门 便一起跺脚 数千人跺脚 响声镇地 尘土遮天 铺天盖地 气势压人 这便是红灯罩出名的 采城 采城就是压邪器 镇阳人 红灯罩先在城里 踩了一圈 然后来到西城里的教堂前 五百红灯罩 摆出一个阵势 突然一个四人台的轿子出现 好在由天而降 轿子直对教堂 敞开轿帘 还是无法瞧到里边的人 可是人人都知道 黄连圣母就坐在轿子里 不知黄连圣母在轿子里 施了骂法术 只见站在轿边的三仙姑 跑到教堂门前 一脚踹开教堂门 回头大叫一声 烧 五百红灯罩上去 把手里的红灯 一起扔进去 当时 教堂里边轰轰炸响 大火黑烟 冲天而起 五百红灯罩 同时举起左手 朝着大火摇起了手里的小折扇 小扇如有神力 眼看着火势蒙起 欲烧欲望 在众人呼喊助威声中 轻刻 教堂也烧成一个 黑乎乎的废砖窑 然后 稀里哗啦 成了一片废墟 黄连圣母 大显神威的事 传到总督御露的耳朵里 三天后 御露把黄连圣母 和张德成 曹福田等师兄 请到了三岔河口的 总督衙门 共议攻打紫竹林 洋人的大事 至于 御露与圣母 怎么见的面 说了骂话 谁也不知道 只是抬轿子的教父 听到御露 问圣母 洋人会打进天津城吗 圣母隔着轿帘 只说了三个字 不当紧 这话 好在没说出嘛 可是细意琢磨 这话 却是又大气 又有根 拿着天大的事 不当事 叫御露心里 有了底 喜笑颜开 刚下 送了圣母 一大捆黄布 做棋子 黄连圣母回去 就用这捆黄布 做了一个特大的翻棋 足足两丈长 上逢四个墨色 绒布大字 黄连圣母 周围 像一圈金色的流苏 高高挂在大船的桅杆上 两边 再挂上两串红灯笼 威风十足 入夜之后 更加照眼 天津百姓 天天晚间 跑到贾家胡同口 对着这大船 摆岸烧香 拿他当神仙 求他保平安 各种坏话 全给一扫而空 红灯笼 每隔七天 采成一次 给自己壮士 给义和团师兄们 壮威 也给金城百姓 壮胆 过了些天 仗打起来 采成更是必不可少 每采一次成 天津人觉得 浑身的力气和精神 都加了一倍 于是采成 该做每隔三天一次 后来 干脆就一天一次了 姑娘们一忙 就来不及梳妆 头发蓬散着 衣衫皱巴巴 可是在炮火里 谁还看穿的 要的是精气神 他们采成时 一边跺脚 一边唱道 妇女不梳头 砍掉洋人头 妇女不裹脚 杀尽洋人 笑呵呵 打仗时 红灯照常常出征 飞天降火 火烧租界 每烧一次租界 就有一个红灯照 手举黄色三角得胜旗 骑着马跑回来报喜 完事儿把旗子插在船棚上 这时候 关于黄连圣母的说法 又多又神 却一直也没人见到她的模样 想想看 一个女子 能带数千女兵 威震金城 叫朝廷命官 一品大臣 也弯下腰来 还飞身杀入洋人刀枪中 出生入死 能是凡人吗 若是凡人 不就更叫人佩服的 五体投地了 庚子之战 义和团败了 红灯照大多不知去向 前一阵子 洋人们给红灯照 吓得尿了裤子 现在闯进天津城 见到穿红衣的女子就开枪 其实 他们枪杀的红衣女子 未必都是红灯照 天津人 素来以红色为喜庆 女子好穿红衣 这一来 事后二十年 天津城里 看不见穿红衣服的女子了 至于黄连圣母的下落 无人能说清楚 或战死 或隐匿 或被俘 其说不一 据说 洋人在三岔河口一带 抓到了黄连圣母和三仙姑 一度关在总督衙门的大牢里 洋人还给他俩拍了照片 后来被作为战利品 押到西方展览 是真是假 再没有一点消息和凭据 这说法 天津人不认头 天津人说 天津人说 照片上这两个被俘虏的女子 看上去是普通人家的妇女 肯定是洋人为了炫耀武力 瞎编的 连天津人 连天津人都没一个见过黄连圣母 洋人 凭骂说事 这只能说 洋人虽然打赢了 可心里 还是怕咱的 黄连圣母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济才 演播 曹仙森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俗世奇人 作者 冯济才 演播 曹仙森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诚意出品 第36集 真一口 要说喝酒 谁也喝不过真一口 酒量 没边 各种酒 砸着喝 没事 喝极酒 多急 多猛 多凶 都不含糊 他喝啤酒时 养着脑袋 把酒瓶倒立在嘴上 手不浮瓶子 口对口 一瓶酒 一下倒进胃里 只过食管 绝不进气管 要呛 早呛死了 还有谁 能这么喝 他能一晚上 两香啤酒 二十四瓶 全这么下去 真一口的大号 就这么来的 有人不服 说他是县长 喝酒不花自己的钱 敞开喝 想喝多少 喝多少 这么喝 狗也能练出来 可是 本事 是练出来的 海量不醉 是人家天生的 真一口 从来就没醉过 真一口 我娘说过 我要是真醉 就醒不过来了 别人只当笑话 可是老娘的话 绝不能当假 这话先撂在这儿 有人问 几十瓶酒进身子里 都放哪儿了 这话 问到关口了 也问到喝酒的门道上了 人喝酒 酒进身子 但不能只进不出 肚子有多大 能装二三十瓶酒吗 身子里的酒 必得排出去 俗话叫出酒 能喝酒的人 必能出酒 出酒的地方 各不相同 有的尿 从下边排出来 有的稻 从上边吐出来 有的冒汗 从浑身汗毛眼发出来 纳税局一位局长 上酒桌 必带一块毛巾擦汗 喝完酒 毛巾擦从酒缸里 捞出来的 针一口都不是 他另有一绝 从脚上出来 他不喝酒时 脚是汗脚 喝酒时 脚是汗脚 打脚上冒出来的 可不是汗 是酒 上边的嘴 进的酒多 下边的脚 出的酒就多 每次赴宴 绝不穿丝袜和皮鞋 必穿线袜布鞋 皮鞋憋酒 布鞋吸酒 他的随从 还要事先在他座位前 落脚的地方 放一小块厚毛毯 为了好吸酒 每每酒中人散 他两只脚像从酒盒里烫过来的 回到家第一件事 是热水泡脚 把脚上的残酒泡去 要不就成醉鸡醉鸭了 因此 针一口两只脚从不生脚气 光滑白嫩 好似一双富人族 某日 针一口去上司那里开会 会后正要返回 被一位上司留下吃饭谈事 这上司是他的县管 自己升迁的梯子 在人家手里 不能谢绝 只好说好 随行却对他说 县长 您今天喝酒可得悠着点 您没穿布鞋 小毯子也没带着 针一口说 我有根 可是上了饭桌 上了酒 就另一码事了 开头 针一口压着量 推推挡挡 可是这位领导 缠酒 就不好硬推硬挡 偏偏上司七八钟下去 就上头 上姓 来劲 再七八钟下去 就叫上劲了 冲他叫道 都说你大明真一口 喝啤酒时 嘴和瓶子 口对口 眼见为时 今儿我得亲眼看看 不然就是瞧不起我 真一口被降住了 不能不喝 也不敢不喝 一箱啤酒 就搬上来 开箱开盖 两人说好 真一口啤酒一瓶 上司白酒一钟 上司的酒 多半趁乱倒掉 真一口 却货真价实 他把一瓶啤酒 举上头顶 脑袋朝后一仰 酒势 手腕一翻 瓶口立在嘴上 嘴巴没动 脖子笔直 顷刻满满一瓶酒 灌进肚里 再一翻腕 空酒瓶放在桌上 这种喝法 天下无二 上司看得高兴 大呼 人才难得 随手又操起一瓶啤酒 光地放在真一口面前 喝道 再来 既是赞许 又是命令 更想大开眼界 这就一瓶一瓶干下去了 不会 真一口就觉脚热 脚烫 两只脚呱唧呱唧不舒服 心想不好 自己的脚出酒了 皮鞋不透水 怎么办 没等他想明白 脑袋已经想不了事了 事后 真一口的随从说 他给县长脱下皮鞋时 每只鞋窝里 足有一瓶酒 真一口到头来 还真映上他娘的那句话 要是真醉 就再醒不过来了 可是 他娘 是怎么知道的呢 您刚才收听的是 《俗世奇人》 作者 冯继才 演播 曹先生 感谢您的收听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